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上礼拜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写很长还写两面 我先回答短的问题 怎么样才知道自己遇到对的人 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到 大家都怀疑自己现在遇到的人是不是对的人 或者没遇到任何人 你会怀疑自己这辈子会不会遇到对的人 回答这问题之前 我先告诉你这辈子会遇到人 这是最确定的 是不是对的人通常只有到后面才会知道 是不是对的人都是回头再看才知道的 是不是对的人 这也不是只有你遇到人是这样 你们都年轻啦 你们现在能回头看就是你的高中啦 你的大学前几年你的高中或者你的国中的时候 那你选的学校是对的吗 当然学校不是你选的 就你学校是对的吗 然后如果你曾经有过暗恋 或者有过恋爱 那你选的人是对的吗 对与否 除了这个时间的那个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你心境的问题 在当下你真的对他真的有很多很多 都完全没有接触的时候 你真的对他的感情很深很浓的时候 想要去表白对他有抑制不住的那种热情的时候 那时候你觉得那当然是对的人 不然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那你如果认为对的人跟这种感觉是连在一块的 那这个对的人在过一阵子以后 马上就不是对的人了 因为这种感觉不会长久 不是对的人不会长久 是这种感觉不会长久 而且呢常常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又忽略掉人是会改变的 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成长人是会改变的 那改变了以后呢 以前认为是对的人 现在在某程度来看就不是对的人 以前你会认为哇他我跟他在一起好快乐 他每天可以讲笑话给我听这样 那等待过一阵子呢你觉得 这个人好幼稚喔 每次都讲冷笑话 因为你成长了啊 或者你已经对这个原来很重视架子 已经不再重视了 那对的人后来也变错的人 那你觉得是人的问题吗 是那个你认为他对或错的问题吗 还是你的问题 还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问题呢 看你归因就可以归三个方面 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粗浅的归因在于 他是一个错的人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思考上的错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错的人 你干嘛第一步会踏出去呢 对的人错的人都是在另外一个时间 你才发现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你会不会碰到对的人 对的人也不是天生对的 对的人是因为你跟他不断的互动 你才慢慢发现他是对的人 就是我说 如果女性主义的认为女性 女人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养成的 那男人也是一样的 对的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 这是两人要亲密关系非常复杂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场没有 没有终止的努力这样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 我真的很认真的思考 我要给你锦囊八个字的话 就是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基本上 til the end of the day 或the end of your life 这次是这样无止境的 你如果从比较 比较负面来看 这是个无止境的一个忍受过程 你从正面来看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享受过程 所以以前我念到说 有人问苏格拉底说 你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 请问我是单身好 还是找个伴结婚好 苏格拉底说没差啦 反正你都会后悔 他说你没差会后悔 然后我听完这个话 我就觉得苏格拉底真的不太聪明 坦白说 那时候希腊没办法 我要生在 我要现在我生在当时的希腊 苏格拉底就被我干过去了 因为很简单 在任何的情感关系里面 你有后悔的地方 你一定也有享受的地方 享受跟忍受是摆在一块 那很多是细柱于你心境的问题 还有两人互动的问题 所以对的人这个问题 我一直希望同学不要这样想 他是个人而且还活的 这个比较重要 不要等到你认为他是对的人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或者你已经死了 死了也可以拍电影 各位知道吗 那个什么苏菲的什么东西 那个小女孩 死了也可以拍电影 好 那这就是对的人的问题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问得非常好 各位如果有上我的粉丝页 你们这问的有些问题 我都会放在粉丝页上 为什么呢 原来我很担心自己太过虚荣这样 后来发现好像很多人有这个需要 当然有些人的意见跟我不一样 那我无所谓 反正我讲我的想法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的思考的方式讲给你听 那你不站成那我就没办法 我不是那种讲出一个答案 然后就不让你去思考 怎么得到这个答案 我不是这样 那因为很多人在看 像我昨天也好奇的看了一下 我的那个开放式课程 到底现在多少人了 已经超过一万了 那这个除了自己的虚荣心之外 虚荣心一定有的 这个是就慢慢看多了 就慢慢会减少 另外一个 真的有很多人需要这个课程 以前大概全台大 你大概选得上就是你们这些人 那不是台大学生 你大概要听 除非常常跑来 有些没念的课 都有一些非常认真的旁听的学生 那现在呢 你可以在更好的时间 你自己选择时间来听这堂课 所以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这样子是服务更多人 因为对我真的没有太大差别 我讲了就是要人家听 那你可以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有些人不能在台湾 不能在这个课堂上听 别的地方可以听得到 那我这样教就有道理 所以我希望我上我课程不要太多 因为你要上我课 你只要认真做作业 你不然就到那个荧幕后面去看就好了 下月期也一样 下月期也一样 好 亲爱的月老候选人您好 您好 你真的有听课 我是月老候选人 并不是月老 也不是候选人 是月老候选人 目前在PTT看女版Boy Girl 这我不知道 我从PTT开始我就没上去过 所以我都要问人家怎么一回事 好 PTT 男女版不是看女版 我怎么看的 我的眼睛真的 好 PTT 男女版Boy Girl 有一篇名为龙山四月老去死吧 真的喔 的发泄性文章 发泄不是性文章 发泄性文章 断句老师有时候乱断这样 是老师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内容叙述 原PO的原PO跟女友准备结婚了 所以去龙山四向月老求签 这就是不知道 你 你还要叫龙山四月老去死 我看到这我会叫你去死 我跟你讲 你已经有对象 你干嘛去搞月老呢 月老就以为你要跟别人结婚 懂吗 你要跟别人结婚才去找月老 你搞懂了吗 你要上捷运在这边 你就是要直直走 就是坐到淡水的 你要往心殿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你要往心殿坐往淡水的车 那你还怪人家去死吧捷运 谁该死呢 好我看完啊 好原PO文者跟女朋友准备要结婚了 所以去龙山四向月老求签 如果你准备要结婚了 你去龙山四或者去死吧 你只能去还院OK 候选人要好好教导你们 如何对待候选人 懂吗 免得到时候一天到这边骂我 我到时候气了我就不干了我 我不干了 你看那个虚伪在那里很可怕的 到时候你们就说全民要下櫃求我回来 坐这个位置 我跟你讲很麻烦 好所以去龙山四向月老求 拿到了不带好的签 当然了你搞不清楚状况 我是月老 好算了你已经很可怜了 这导致后来他们回家后 女友突然性情大便 对不起啊 我才觉得太搞笑了 我真的好可惜 我是在教书啊 拍电影都 马上就拍这个电影给你看 把那愚昧拍出来 让你自己好好看一下 性情大便 对不起我 大便这两个字不要太重视 好吧 批便我们以前叫批便 比念大便好 大便是从小学以后 你就不应该不应该念的字 要独自与其他男性出游 不论对方身份 你看吧月老报应了吧 你还去惹月老 要结婚还去惹月老 别闹 后来要把圆坡的记忆 跟单眼相机给毁了 记忆卡跟单眼相机 我把你记忆毁了 这比较难 记忆卡跟单眼相机给毁了 你还那么在意 你不觉得你跟他 那么就不适合在一块吗 什么比较重要 记忆卡单眼相机坏了 还可以再买新的啊 你好不能培养感情要结婚了 然后就去 因为缺义是龙山市 然后这两个就搞不定了 你还好没结婚啊 你结婚后要损失更多啊 哎呦 这样是不是落井下石 伤口上撒盐啊 我怕那个家 到时候又到我网站上来骂我这样 好 后来把记忆卡单 然后要求分手 请翻面 好 谢谢我也会翻面 不然我怎么办 我这样看知理行间 所以大骂龙山市月老 让他失去了一位论级婚嫁的女友 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感情 请问月老 或许有什么看法 是他 是月老让他失去的吗 还是月老让你认清楚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 悬崖勒马 你也不适合跟他结婚 因为弄了一个记忆卡跟单眼相机 你就觉得这女人不行了 一个记忆卡跟单眼相机多少钱呢 十万要吗 你办一场婚礼三十万就入贷了 净赚二十 有没有头脑 你不练经济学你也知道 还这样怪月老去死 月老让你净赚二十你还去死 忘恩负义啊 莫此为圣 我还以为相名是可怕的 原来去拜月老的人也是 真的是头脑进水啊 所以你说那女朋友呢 就因为拜了月老 性情大变 你有没有学会沟通啊 如果两个快快乐乐的 要去订婚的人 忽然间拜完月老 两个人怪怪 你不会去问一下 诶 请问怎么了 是月老跟你说什么吗 还是你看上帅哥还怎样呢 同学有很多电影啊 在演新娘子或新郎 在结婚那一刹那 那是外国电影 跑了 新娘跑 chicken out 你觉得是不幸吗 不幸顶多是 你赔了一点那种礼金的钱 教堂出租的费用 什么什么 还有亲友没有面子 但是你赚回了你的人生 那个其实是 英文叫mixed blessing这样 我发现是迷彩的幸福 不是迷彩 是迷彩 为什么 因为那迷彩妆 就让你看不到的嘛 可以跟环境blend in 所以迷彩的幸福 那个幸福你都不了解 那个其实是真正的幸福 但是因为你看不见那是幸福 你就以为那堆没有东西 那是你的眼睛啊 你的思想啊 你既然跟一个人论基婚嫁了 难道连沟通都不能沟通 最后用一台相机跟那 一单眼相机跟一个记忆卡 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事情 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你还没花你的一生 你就已经知道你跟这个人不合 你只花一台单眼相机跟记忆卡 那是很小的损失 Trust me 如果你结了婚 然后马上离婚 你要失去的远比这个多太多了 我希望他看到这文章 看到我的讲法以后 这个一定要PO上网这样 他能够听月老道歉 这样他还有机会 不然的话 我虽然只是候选人 我知道如果就算我在位的话 他永世得不到幸福 你干嘛跟当权者有权利的人在拗啊 人家就是好心的帮你 你都还看不出来 他也是好心或如今 好心被雷青 那人家都不会帮你了 你这样去拜月老干什么 了解吗 第一个要订婚了 是还愿 不是再去求签 你根本就搞错了 你还要去求签 表示你心中还有二心呢 你还有二心呢 你要结婚前 你不能心中有一毫的怀疑啊 那才是要求 在走上婚姻之路的最好的方式 你心中还有怀疑 那就做给你看嘛 你看你们到时候都不能沟通嘛 现在还没结婚就不能沟通 结婚以后 都是祸害啊 你们家还生了小孩 那祸害千年啊 哎呀呀 我真高兴我上PTT PTT 我上PTT我还能做别的事吗 我就看到你们的愚昧 我都觉得蠢啊 真的难怪我要当月老候选人 如果都继续这样蠢下去 我也许也不做那个位置 太辛苦了 我换另外一个位置 P马温来做 我们这个孙子都干P马温 P马温据说是很大的管 是管马的 好 谢谢同学的问题 哎你们多问这样的问题 真的会让我大张见识这样 大开眼界 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想法 因为已经根深蒂固了 所以要你去改变不太容易 你会常常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希望呢你听我的答案 不管是在现场 或在这个电视那边 你都好好想一下我讲的理由 然后你真的不要只听问题回答 因为这有上课了 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后面 不要满足于 就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上的部分是讲到性 讲到性 讲到利 讲到爱情 这是在爱情里面 可以有很好的一面 可以有不好的一面 都 然后是大部分的 没满18岁的人 可能比较好奇 或不能够理解的地方 那我们先谈一下性的概念 英文的性跟中文的性 是很麻烦的字眼 因为中文古人有性 可是这个性跟现在sexuality 是没有关系的 中庸里面说 天命之位性 不是说老天使叫你生下来 就让你去搞sex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性是有天性的意思 那sex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可能没有 因为中庸里面也说 君子之道 赵端乎夫妇 就你夫妇不搞那件事情 怎么可能有后面呢 所以这个性 古人意思性是比较广泛 那我们现在通常 在自然社会科学 通常的性都是西方的意义 那有一个字呢叫sex 那sex这个字非常广泛 也是个通用的字 你如果在填官方表格的时候 特别在填你的性别的时候 通常你碰到是sex这个 然后你通常只有两个选项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1FM 2就是F 我们的身份证呢 在第一个字 第一个数 阿拉伯数字1就是男的 2就是女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在更何地方几乎 那慢慢的有些人认为 性别是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我就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性别 免得在求职或在申请工作 或在什么地方遭到歧视 在同一个文化里面问题很小 不同文化有时候就问题很大 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变成罗马拼音以后 和汉语拼音以后 有时候你搞不清那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的人呢 还搞不清你是last name 还是first name 美国人最大的麻烦 是因为美国人习惯 所有的last name在后面 对不对 就是 surname 姓在后面 可是呢 那时候呢 像日本人 日本人的名字都很长 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first name 哪一个是last name 然后后来到了中共壮大 你在这个time magazine上要讲邓小平 邓小平你要怎么写 小平等 没有 就邓小平 所以老外都以为小平是last name 所以老外常常说那个小平 你跟他很熟嘛 你叫他小平 你小平的你小平 所以后来有人说 原来邓小平姓邓啊 那毛泽东也是这样 毛泽东大部分都知道他姓毛 那可是呢 大部分留学生还是用外国规矩 像我叫钟心孙 那我不姓钟啊 可是韩国人有人姓钟的啊 所以他们就很困扰 说你们是怎么一回事这样 通常我都建议同学 你学法国人的做法 last name 每个字都用大写 他就知道你的last name 不管你摆在哪里 你知道last name 大写 他就知道那是你的姓 因为法国人这么搞 法国人这么搞 所以建议你也这么搞 那我们也看不出性别啦 我们中国的名字里面 大概有一些是中性的名字 其他的名字都非常容易区分性别 少数的名字 像女人的名字 有凤啊 如果叫龙大概都是男的 叫凤大概都是女的 什么方啊大概都是女的 但是台湾有些男人喜欢 有方这个字当名字 我认识朋友里面 就有人的名字里面 有方是男的 有凤是男的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学弟 进到我们的戏来 大家一看榜单 哇多一个学妹这样 就一看学妹呢 你叫她名字 她就 是我 是你 是她 那没办法 所以就是她 所以有这种 比较所谓的一个文化中 界定中比较女性的名字 有的时候 对某些人来讲是个压力 那现在有的人也觉得还好 所以这个名字的问题 那像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性别 或者希望自己不要给人家一个刻板印象 有时候会特别取一些中性的名字 让你完全搞不清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样的话 比较不会受到歧视 那当然反过来 你如果想让人家误认为你是某一个性别 你女的想让人家误认为你是男的 就取一个很男性的名字 很man的名字 那反过来你想让人家知道你是女的 以为你是女的 你取一个非常非常柔的名字这样 那样子的话那网友一定误认为你是女的 你就可以玩很高兴这样 玩到被穿帮为止这样 好那这个是性别 其实从性就可以看出 从那个last name就可以看出来 那这个sex 另外一个那是gender gender gender原来在文法上用 你只有在文法 学英文法的时候 会告诉你gender的问题 那后来呢 就被弄到社会科学的研究 所以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于这种 都不太讲sex 都讲gender 所以gender化在中国大陆就翻成社会性别 那在台湾呢就很乱 有的翻成有一个老师他编了一本书 叫做性与性属 属于的属 属于的属 那只有他用也没别人用 那有些外文系老师在早期就 性然后slash 然后别多一个slash 就叫gender 现在也有老师是跟从大陆的用法 就叫社会性别 我个人认为如果算稿费的话 社会性别是比较滑得来的 因为反正你怎么算呢 多一个字多一个稿费 如果不算稿费的话 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翻译这个gender 'gender'是从比较从社会文化的立场 来看性的问题的这概念 那你认为这两个字就了吗 不还有一个很讨厌的英文字 也是名词叫sexuality sexuality叫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国学者 写了一本书叫History of Sexuality 这个呢你就讲英文问题就很小 你翻成中文它翻成性意识史 意识consciousness 这是在讲性意识吗 那有人说翻成性史 哇靠 性史跟性意识史 原来性史就已经糜烂到不行 你知道吗 就是A片大权 性意识史只是那种宅男大权 就没一直想一直想这样 这两个字会给你这种不同的感觉 所以对sexuality 该怎么翻这一点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现在还没共识 那有人就直接翻成性 那跟sex有什么差别 那有人就翻成性欲特质 强调这是一种跟你的欲望有关的 那这也是四个字赚稿费 所以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有几个这个字眼 那跟这个性这个概念是有关系的 今天稍微想长一点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没学过社会学 那一般社会学都会介绍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像sex或gender 这个有一个生理的这一面 生理的这一面呢很简单 就是你生下来的时候 那个接生理的人以前是产婆 后来是现在是妇产科医生居多 产婆就会把你生下来 以后一看 你有没有外险生殖器官 有的话 当然现在产检就可以知道了 有的话说 恭喜你 这位太太 恭喜你生个公子 叫做弄张 张是一个欲 斜欲旁 表示这一块欲 恭喜你 如果生下来一看 还没有外险生殖器官 大概是女的 通常都会判定女的 恭喜你 以前叫弄瓦之喜 那张比瓦这个价值差很多 所以女性主义很讨厌 这个弄张弄瓦的说法 所以现在大概也都听不到了 那这是对女性的判定 如果生下来 两个都有呢 恭喜你生了一个男的跟女的 但你只生了一个 请猜猜看为什么 你要玩这个游戏吗 通常医生好像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很罕见 但是一定会碰到 碰到的话 他都会说 这小孩现在有点问题 我们等他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做处理 为什么他有两个性的生殖器官 你会觉得这叫有问题 为什么要大一点处理 为什么不会说 恭喜你得到第三性 这是罕见的这样 本院自创业以来 只有第三例 恭喜你 以后在本院看病完全免费 恭喜 我们对于罕见的动植物 就被列为保育类动物或植物 然后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对罕见的人类我们觉得是妖怪 你觉得这个头脑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每次都说那这种人叫什么人 有人叫阴阳人 这阴阳就表示他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我觉得比较中性的双人 叫尖性人 就两个性别都有 那当然了很早以前我陪我太太去配手机 我就忽然间strike me这样 就像贝雷打道一样 然后他就跟我太太说 好你要手机 请问你要全配还是要减配 现在还有这样说法吗 还有吗全配减配 还有啊 那我就听不懂什么叫全配减配 他说全配呢就是有履充跟坐充 我还是听不懂 令狐充的我 履充坐充 你们这个时代都用好多简称 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我后来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减配就只有履充 全配只有履充跟坐充 现在大概都会给你两个 反正没什么太大差别 今天还有USB的呢不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这个我们所谓的阴阳人 其实不是全配吗 那我们只有一个器官的人 不是减配吗 那我们这种减配 还有权利笑人家全配 然后觉得人家是妖怪 人家都不笑我们是妖怪 我有两个你怎么只有一个呢 你第二件六折吗 你不知道这整个的ideology 我们不应该笑人家妖怪 就像人家笑我们妖怪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一样 我这样举例你应该就懂 可是我们很多人习惯于 习惯于这种社会的那种 完全不禁思考 就是说 妖怪有两个性别 两个器官 我只有一个 这个是很奇特的事情 所以有生理面 生理面包括生殖器 生殖器这个命名也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特别是男性的 男性那个器官用来生殖的时间少之又少 相对于它的另外功能 泌尿 你一天要生殖几次啊 可是你要泌尿几次啊 那为什么不用它功能多的 那个叫泌尿器 一定要生殖器呢 我以前当病的时候 有一个医官告诉我 他说你知不知道 女人是比较进化的动物 我说为什么 那时候没有任何人有女性主义概念 他说因为女人的器官是分化的 所有高等的动物 都器官都是分化的 这个是演化高级的象征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男人你看 生殖器跟泌尿器同一个 人家女人是分开的 现在当然懂了 当时就听完 我说医官你到底要讲什么 What's your point 不知道医官到底要讲什么 反正只是要告诉我一个科学的事实 还是怎么样 所以生殖器官 染色体 这当然不是用肉眼看得到的啦 对不对 那个你必须做一些医学的那个 那染色体通常告诉你 女人是两个X 所以叫XX 男人是XY 那你如果XXX或XYY 那通常犯罪学就很喜欢这种人 说你看他多一个染色体 这就是他坏胚子 人类的愚昧 有时候科学刚好助长人类的愚昧 在有一个阶段 就是因为你是XYYXYY 什么之类的 他就认为你是犯罪的这个 另外荷尔蒙分泌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 荷尔蒙的分泌 男性有女 男人有女性荷尔蒙 也有男性荷尔蒙 只是男性荷尔蒙作为主导比较多 女人也是有男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只是女性荷尔蒙主导 如果你的荷尔蒙失去平衡 譬如说女生的男性荷尔蒙多一点 你大概就会长胡子 有些女生有胡子的 你近看她有胡子的 或是体毛比较多的 那男性呢 如果女性荷尔蒙多一点 不管是因为你吃的东西关系 你大概就会长胸部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都学过 我就不用告诉你 当然有些人爱吃炸鸡的 现在听说有些女生的这个 清真其会提早来 就是跟我们现在西式的饮食有关系 所以性别在生理这一面 是我们社会学最不在行的东西 所以我们通常都不往这方向去看 那另外一个性别的性欲特质 有心理的一面 通常性欲特质讲的是 masculinity跟femininity 所谓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 有人特别要配合中文 叫做阳刚特质跟这个阴柔特质 如果你看这个叫什么 杰森史塔森的电影 你看李廉杰的电影 你能想像李廉杰杰森史塔森拍爱情片吗 那一定是有人要杀他们 对不对 那浪迹天涯 这两个拍爱情片你很难想像 但杰森史塔森加一个苏琪你就可以想像 你能想像苏琪拍警匪片吗 他也拍了 反正苏琪也很厉害 什么片都可以拍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像中的男性特质跟女性特质 那我们想像男人叫很man 女人叫很温柔 那电影呢或者演员 就刚好配合上我们的这种文化的想像 所以要选一个女主角 女主角万一是那种看起来很中性短头发的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戏不会好看 那女主角通常要长头发至少穿白色 看起来非常温柔 那女打载就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那男生要看起来很man 男生要看起来不man 那就有很多说法 这个不能在电视上说的 课堂上也许可以 说完了就要被告了 那有人因为说人家什么然后被告了 所以那些都是我们叫sexuality 性欲的特质这是一面 那有些男生有女性的性欲特质 或者阴性的性欲特质 那有些女生有的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只要跟你的性别不同的性欲特质的话 你展现不同性欲特质的话 你就是妖怪 你就是怪物 或者你就是一个可以被人家欺负的人 我们上次讲到叶永志 或者像其他在各个角落都有这样子的人 大概都是这样的例子 很有趣的 男生有女性特质 比较容易被欺负 女性有男性特质 比较不容易被欺负 你去想一下 那到了高中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是这样 前几年我还跟学生比较熟的时候 我特别问他们 因为我突然间学到说高中的女校 特别台湾有些女校 都有老公老婆的这种 这叫制度还是什么做法 然后那个头发剪比较短的 比较帅气的那个女生呢 通常会被人家叫做老公 然后这个老公呢 就实施大清王朝以前的所有的 一夫多妻制 像韦小宝一样 他就有N个老婆 然后那老婆相 大家都非常的和乐 处在一块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祸不解啊 我回去问我太太 说你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 她说有啊 我也是人家老婆之一啊 我说那你在婚吗 我突然间婚了这样 我说为什么她做这个事呢 她无聊啊 青春期你就所有的任务 只有一个叫考试 青春期就所有正常人 最不想就是考试 可是你只能让她考试 那她不考试她怎么办呢 她有情感上面 或者想跟异性认识 还不讲别的 这种那种需求 那她怎么办呢 她只能模拟啊 Virtual reality OK 那时候没电脑 你怎能这样模拟啊 那只能把这种自己的心绪 寄托在一个假象 然后我说那后来我后来研究 那这些人上了大学 还会跟自己的老公老婆来往吗 很少 我问了很多被称为老婆 或自称为老婆的人 我说那你念大学以后 有跟你老公来往 她谁跟老公来往 开什么玩笑 大学里面那么多男生 我干嘛跟老公来往 那大概有的话 大概就是同性恋了 没有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阶段发生的一个 看你要怎么称呼她 那男生当然在这方面 非常无聊 就玩阿鲁巴 现在叫什么抓 抓什么来的 昨天电视上讲的 抓 猫 是不是 抓猫 我这真的是 听说还不是台湾发明 还是外国引进的 在网络上 叫抓猫 真的是 活到老 学到老 然后被吓死到老 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们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会被吓到什么样 你们等着瞧 万一老师挂了 到时候 你就在老师忌日的时候 老师你好奇的问题我都烧给你 我就会看到 原来是这样 还好我没活那么久 好 另外一个当然从社会面 对我们社会学比较在行的 就是gender 通常就叫male跟female 那female其实有时候就是生理器官 但是你知道吗 生理器官有时候只有医生看得到 其他人你去哪看呢 今天我们进来一个教室来 你要怎么知道我是男的 我是女的呢 以前我去演讲的第一个问题就 我还去公务单位演讲 第一个问题我说 请问一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人后来就写说这个老师有问题 不要再请他来演讲这样 你怎么判定我是男还是女的 你用我的生殖器官来判定吗 我上来是教室厕所 只有一个人可以上 你根本看不到的 你猜的嘛 所以为什么变性人 我上次有没有说过 反正今天会讲到变性人的问题 那女生变男 原来女性要变男性的人 他要求要装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胡子 其实大部分男生没胡子 你知道吗 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胡子比较 比较没有人怀疑你是男性 第二个他装假阴镜 就他一定觉得裤子那边 要多一点东西 他会觉得比较像男的 我们很多男生裤子里面都有东西 但是不一定显得出来 你知道吗 有裤子的问题还有 不要再讲了 这么快要限制一下这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你知道 他们就会特别强调这种 特别凸显这种 我们真正活在这种性别 我们不觉得这有那么重要 拉链一拉 谁看出来谁有什么 谁没有什么 有的甚至还可以伪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从社会面来看 这个gender的问题 比较多是从社会建构 另外呢 还有说跨性别穿着 这个呢 的前提是说 有些文化或有些社会 它对于男女穿着 是非常严格的区分的 中国以前的男人的那个 扣子哪一边的 女人哪一边的 现在你买糖装 男女都有扣中间的 但女人的旗袍 以前一定是某一个方向 可是发现这个现在都很乱 那设计师反正觉得 我介绍设计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什么方向都有 还有呢 因为平价服装的出现 T-shirt出现 所以出现unisex的衣服 unisex的衣服就是 不管性别的 你穿衬衫啊 扣子的方向 还有一个 男生是这个扣 这边女生扣那边 所以你只要有一天 穿错了那个衬衫 你就知道 我小时候第一次穿 这么说扣子不一样 我妈买睡衣买错了 买到的女性的睡衣 那反正就穿嘛 反正能穿嘛 也没注意这个问题 那你年纪大了 甚至到了社会 人家就会对你穿着 很在乎这个 如果今天你穿一个裙子 男生穿一个长裙来上课 也有啊 我也看过学生穿长裙的啊 我想你是戏剧系的 还是干嘛这样 那苏格兰穿苏格兰裙 你就觉得很正常 你不是苏格兰人 你穿那个苏格兰的裙子 你试试看 你要卖威士忌嘛 你不卖威士忌 你穿那样 人家以为今天有什么节庆 一般人说我就爱穿苏格兰裙 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人 我只能这么说 前几年啊 我们在台大校园里面 有个叫剑道男的人 那人也修过我的课 剑道男呢 他修我课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剑道男 他在台大校园里面非常有名 就穿着剑道服这样 每天穿着剑道服 在校园里面走上课这样 他穿了好几年 然后终于在上我课那一年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转换打扮 他转换成什么呢 叫董事长男 那时候好像乐团出来没有 好像还没有 董事长男 然后他就这样子 然后戴着那戒指 手上戴着那董事长很熟的戒指这样 然后也梳油头 然后穿西装打领带来上课这样 依附董事长的样子 我问他 我说你不是见到男吗 他说老师你也知道我 我说我常看电视吗 我看到过你这样 我说现在打扮不一样 我还以为你会戴那个 他说老师我现在已经升格了 变董事长这样 这也是蛮有趣的 非常有他的风格这样 前几年还在校园附近碰到他这样 好 像这种穿着打扮 那穿着打扮你说 这种cosplay就算了 如果你穿异性的服装呢 那这当然跟服装男性与女性的问题 比如说女生穿长裤这一点 在国高中这还是一个很奇怪的禁忌 比如学校都有换季对不对 你没有换季不能穿什么 那有些学校甚至规定女生一定要穿裙子 不能穿长裤 这个连现在新闻都还有 觉得不可思议到地步 你说工作职场也有些职场规定 女生只能穿套装穿裙装不能穿长裤 你穿长裤公司有权力解辟你 这是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的 但有些公司就这样写 那要不然你要怎样 好 那个每次上新闻 好像也公司我心我素 有些学校规定你不能穿长裤子 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 绝对违反 可是有些学校说对不起 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好 我觉得这是对于服装 有时候我们有这种奇怪的坚持 其实服装就是穿着舒服围绕 我曾经问过那种穿马褂的那种人 马褂我这种程度就是长裙 马褂就是因为下面没有缝起来 你缝起来就是裤子 女人有一种叫裙裤 看起来像裙子其实是裤子 因为她那边有缝起来 那你马褂呢 我说穿马褂方不方便 她说穿马褂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 上厕所很麻烦 你把那块布掀起来然后扎在这里面 像响马你知道 以前有那种民初那种倒匪片 叫山东响马扎在这里面 然后才能够完成 你要去那边完成的任务 我这样讲好含蓄我真的觉得 天哪 真的这种别的话可以讲出那种 很容易讲出来的话 她说很不方便啊 很不方便啊 所以这是服装的人 所以跨性别穿着 我到美国念书第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跨性别穿着我吓死我了 一群那种肥粗的老 美国老外 redneck那种老外 穿着女性的衣服 因为她那extra large 或者三个叉的 然后拿涂脂粉 然后戴耳环 那时候男人不流行戴耳环 现在当然不是太稀奇了 在电视上侃侃而谈 他们这些人不是变态 他们这些人不是同性恋 他们这些人只是喜欢穿异性服装的人 那他们有一群人 假日呢 就会穿着男生穿着女人的服装 然后家庭聚会 女人还是穿着女人的 女儿子都穿着他们自己的 只有这些爸爸们 穿着女性的服装 然后做女人打扮 戴假发 然后他们有家庭聚会 大家和乐一团 我觉得美国人淫乱啊 刚去美国很多事情不习惯 后来慢慢习惯了 觉得 所以有些变 这个穿不同异性服装的人 或者我们简称叫便服人 他并不是同性恋 他觉得这有什么差别的服装 反正是社会建构 你要说这是男人的服装 这是女人服装 是OK的 台湾这种情况还比较少 因为大家还是会侧目的 还是会侧目的 有些人还会侧路 甚至不一样 另外呢就是性取向 就是欲望的对象 那我们通常界定同性恋或异性恋 在台湾都简称同志了啦 然后听说有些人在研究同志的时候 把论文翻成英文 用Google翻译机 就是翻成comrade 那就乱七八糟了这样 那同志不是comrade 在台湾 在大陆也许同志是comrade 但台湾已经不是comrade 那就会同性恋 同性恋呢是性欲的对象 如果照这个标准 那性欲对象是说爱恋的对象而已呢 还是要说性行为的对象 如果是性行为的对象 我们在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之前 我们其实不能确定自己是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你没做过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呢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双性恋呢 懂吗 懂吗 可是大家好像通常我们用比较宽广 只要你认为你喜欢男生 那不管有没有实际的行为 只要你自己认定你是 那你就是 可是呢有时候家长会觉得你认定是 那是错误的啊 你认的学校有问题啊 你交的朋友有问题啊 其实你是正常的啊 你只是为了朋友啊 很多家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会觉得你的认知有问题 然后有的家长呢还会 信教的家长啊 特别是天主教的家长啊 会带你去驱魔 认为一定是魔鬼进了你的心啊 当然现在慢慢有一些 教会的人士也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教会虽然不能容许 他知道这有这样的事情 他不会把你驱魔的 早先这是要驱魔的啊 早先这还是精神病啊 医生要用电疗法啊 让你看到男人照片 你看到男人照片 你电你一次 你看到男人电一次 就那种像巴夫洛夫的狗 电到你看到男人就反胃啊 反过来一样啊 但是因为女性呢的情谊 比跟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就比较难判断 男性呢通常打球拍拍肩膀而已 男性还牵着手在路上走路 除非你是老男人 老师将来老了过马路 你牵老师的手 那不会有人怀疑你同性恋了 但是你现在就牵老师走路 我们两个明天就在YouTube上见面 我们就红到不行了 懂吗 所以你看这也跟年龄有关 老男人小孩都没有关系 你牵小男孩手也没什么关系 顶多人家怀你恋童癖 顶多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这个 这个欲望的对象 那怎么样叫做欲望的对象 上礼拜这个 有人在我的粉丝页上问我说 那友情跟朋友 爱情跟朋友的差别 如果在同性上面 真的你差别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性行为的问题 你有没有对他有欲望 我们通常跟朋友之间没有欲望 你不会想说我跟我朋友上个床看看 好朋友吗 帮个忙吗 我要知道上床什么样的 好朋友帮个忙吗 跟我接吻一下 我要练习一下 孙老师说接吻要练习的 你这叫断章取义你知道吗 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朋友吗 帮个忙吗 对不对 你不要这时候帮忙怎么样 孙老师还引用英文不是吗 A friend in need It's a friend indeed 还押韵呢 那你是朋友你要帮这个忙吗 有些朋友反正没人看到 OK我们试试看嘛 那试完了搞好发现自己同性恋 你怎么知道 那也许你试完了发现 就这样啊 Overrated 没怎么样嘛 雷也没打 雨也没下 地也没动 都OK了 所以这个 有时候纯粹好奇 有时候是欲望 你怎么知道 所以有些人在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来这一套 就是搞曖昧的方法 好像这个比较有面子 比较 如果真的他跟你表白了 然后最后你拒绝 他我跟你开玩笑了 我怎么是同性恋 我怎么会跟你表白 哎呦 你不要这样啊 我们朋友那么久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呢 好吧 这个呢 你听他讲之外看他的动作 他越讲越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不是开玩笑 越讲越靠近你 那也不是开玩笑的 懂吗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是开玩笑 这个非常非常难 一言以蔽之 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跟你的同性的朋友 是朋友的话 你不会想到什么 你也不会怀疑 我跟他还是不是朋友 通常你会怀疑 或所谓的境遇曖昧 都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然后有时候你会享受那种曖昧 你就啊 曖昧好美 我还是坚持认为 曖昧是浪费生命的 不管你讲我什么 我有我的证据 这上礼拜已经说过 所以在这里欲望的对象的问题 如果没有欲望对象是不是代表 代表什么 有人说老师我一定要谈恋爱吗 那不用谈恋爱 那我是同性恋、异性恋 你没有欲望对象 你基本上不需要跳到任何一个格子里啊 不是吗 那你就是还没有确定我的欲望对象 我也不知道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这个世界越来越奇特 接下来一种呢 就是改变生理性别的变性人 变性人 变性人呢 有transsexual的这个说法 transgender的也有这样说法 变性人就发现自己呢 被上帝开了一个玩笑 自己明明是某一个性别人 结果一发现自己的身体 多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器官 那这个呢 就这几个层次的东西 就会让这个整个性的概念 会非常复杂 我们以前认为你出生是什么性别 死后就是什么性别 现在呢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表就告诉你 不是这样 如果 第一时间你出生的时候你是男性 我们通常假定你在第二时间 我们假定死掉的时候你也是男性 我们通常就称为男女 我们大部分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是正常 真的只是常见而已 不是道德上正常 那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女的 你后来变男的 现在叫做F 然后简称TM 那这个呢当然叫MTF 所以性别 如果照这么简单两个变 那就至少有四种性别 将来假如变性的事情变得比较被接受 那我们将来就要表明自己变性人之外的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没有变过性的人 有同志以后我们就变成叫异性恋 本来我们就是 就是叫什么 预设的这种性别 Default sex 或Default sexuality 那现在至少这种区别 那你再把这加上去 那性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两个变相 然后两个格子 两个选项 让你来选是男的还女的 这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第102页到103页 没有什么太大的 其实前面几乎重复的说法 那103页里面特别要提醒你的这个是 有些时候性别是靠互动产生的 或者那个性别的特质 譬如说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我们都假定因益果断 是非常男性的行为 非常非常的不能够决定 然后事情拿不定主意之后 我们都假定这是女性的特质 你认为男人就没有不能决定 事情的时候吗 你认为女人就没有果断的时候吗 很多人就会照着别人的方向去想 认为男人都比较果断 女人都那个 你只要看的事情多一点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都有 果断跟不果断 不是区分性别很好的方式 所以呢有些东西是自我认定的问题 你认为你果断或不果断 这个星座这种游戏 最厉害的地方就让你自我认定 他挖个洞 然后你就往里面跳 你看这星座对不对 你很向往自由对不对 向往自由是坏事吗 当然不是 你这星座很龟毛对不对 哪有你看 你看 那个你认为所有的那个人的分类 只有龟毛跟不龟毛吗 就是在哪些方面龟毛 跟哪些方面不龟毛 我从来没有认识 什么事情都不龟毛的人 也没有认识什么事情都龟毛的人 可是他讲你龟毛的时候 你讲对耶对耶对耶 然后万一将你朋友在旁边 推波助澜 一犬废墟白犬废食 他龟毛啊 他是典型那个星座的 那万一他完全跟那星座不合呢 他是例外 怎么都能解释 绝对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星座为什么对你们这代人那么红 我念大学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星座 没有人提星座 那你们这代人 从十几年前 每一个人都问我相不相信星座 我都说我不信 然后说老师你为什么不信 你就是那种星座 不信星座那个星座 那还有个星座 有人说老师其实你很典型 你不知道吗 结果就每次让那种精通星座的人来猜 我说他们说我很典型 如果我真的那么典型 所有京东星座的人应该第一次就猜对 对不对 前几年真的第一次就猜对 这几年都要猜到好多次 快几乎接近11次 11次哪就要再猜嘛 好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你们自己自欺欺人的做法 所以除了自我认定外 还有社会的认定 你自己认定怎么样不重要 通常会被不重要社会认定 尤其你要是公众人物 你的社会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你穿着打扮必须符合社会的期待 像公众人物 有很多电影明星女性 特别说我其实不是像我电影演的 或者电影公司给我分派的这种柔弱的女性 我其实非常阿沙利 我的个性像大哥 可是她是女的 她留长头发 所以经纪公司坏了经纪人 希望她多一点这种女性形象 我看很多这种介绍很多女性都说自己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阿沙利的那种 大哥型的女性 她也没说她是男的 但她个性上非常阿沙利这样 像大姐头宅这样 另外就专业认定了 包括谁是变形人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那个上堂课讲到103 104页这边我们就跳过去 这是有些书都会告诉你 你有兴趣有比较高的学术兴趣 你可以去查一下 这些大概一般跳过书都会有 网路上也有 接下来是讲到这个变形人本质论 跟所谓建构论的问题 社会学呢曾经从这个 有一个社会学家 从变形人的故事来看 所谓性别是建构出来的这件事情 在大概1960年代左右 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 研究了一个变形人 这变形人的学名叫做Agnes 变形在当时跟在现在大概都是一样 都需要有精神科医师 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可能心理师 或什么样的人 在那边一起观察他 然后观察他两年 他就是要去看医生看两年 确定他的变形是真的坚定的心意 然后还要在一些专业医师 看他身体上面是不是可能做一些外观 性别外观上的这个调整 才让他变性 所以变性人呢在有 我们可以讲到有几个时间点这样 那第一个时间点他可能的性别 譬如说是F或是M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FTM 他要变性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M 然后这里呢是MTF 然后在这那通常你发现变性的时候是这一段 或者有时候是这一段 这段已经结束了 那在这段的时候呢 因为他身体上的特征跟他的政见上的特征 政见上的记载是不符合的 比如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人的身份证是女的 可是他要做男装的打扮 要过男人的生活 所以他的外观上面是男的 所以他要是被酒驾或被警察领检抓到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真是干什么 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 觉得他可能是装的是罪犯才需要装嘛 没有想他是变性人 在台湾现在变性好像要至少前几年有报道 变性人大概要花50万的台币 那没有健保 那50万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钱 当然对有些人是完全不重要 但那些人不变性所以也就没什么 然后他们很大的钱那他怎么办呢 就是在这两年期间 在准备变性这段期间 他需要生活上要有着落 那很多找工作 你都得拿身份证去啊在台湾 那你拿身份证人家说 哎小姐你怎么是男的身份证呢 那你就会要解释啊 那有时候人家觉得你这人怪怪的啊 很多人对于变性人不了解 觉得这些人是有问题的人 我尽量不要顾这些有问题的人 你不知道他精神病 有人就会很简单认为他们是精神病 他们不是的啊不是的 所以他们要找正式的工作就非常的困难 相对于其他人而言 那我们这种性别一致的人比较那个 所以这两年之内呢 他们大概都只能拿现金的工作 或者做SOHO族 这样的话不会在生活上造成困扰啊 然后当然变完性以后呢 他就是另外一个性别啊 然后是另外一个性别 他通常都不会承认自己过去的性别 最近新闻上有一个人物 我们就不要讲他是谁了啊 你看新闻你就知道 有爆料说他曾经是男的 还结过婚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 然后他否认他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性人问题 如果是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变性 你就不应该这样公开的这样子啊 最后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隐私权的问题啊 为什么没有什么各自法什么出来整一下这些编辑 这些记者呢 关你们什么事 你把他揭发出来他生活会好过吗 我们会因为揭发一个人的过去的性别的历史 会让我们大家社会更安详吗 更那个吗 更爽快吗 那变态的社会 他只要没有犯法 你管他的呢 可是我们好像都得抓人家不放 好像人家曾经有过一个什么不能告人的过去 就他就是社会的败类 这什么心态呢 根本就不应该 他的隐私权根本就应该被保障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 很可惜没有 所以这是变性人很大的困扰 有几个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 或者演艺界的人物都有这种困扰 所以他们宁可选择不谈过去 谈过去 就是跳你们挖的洞啊当陷阱啊 何必呢 那回到这里来 所以呢在这段过程跟在这段过程 他们都必须掩饰自己的成长的历史 那有些成长历史呢 是富含着这种性别的意味的 譬如说啦 女性的成长过程里面 通常会有月经来潮的这个问题 月经来了以后 就会有使用卫生棉的问题 但是变性人呢 特别是男变女的这个变性人 她不会有月经的问题 可是月经是一个每个女人 都非常需要知道的知识 那你怎么办 你不会有啊 那你就学啊 就装作你有啊 你就大量阅读啊 然后观察啊 所以呢他们在研究那个变性人 是男变女 对 这他研究的那变性人是男变女 这个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学习如何穿着打扮走路讲话 男女都很不一样啊 然后他就要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女性化 其实有些女性也不是那么女性化 有些男性一样 可是呢变性人为了要避免 任何一丝一毫被人的怀疑 所以他们要在各方面做到完美到 让你发现不出来 可是有时候最矛盾就是这样 你越做的太那个了 就越容易露出破绽 所以呢他就观察 譬如说他认为女生喝汤的时候 拿汤匙都是要撬小指头的 我因为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的到餐厅 都去观察所有人拿汤匙 我也看过人家男生拿那个 然后看起来完全是男性 非常man的男生拿汤匙 尤其拿小汤匙你试试看 有多少人拿小汤匙 这些小指头不会臭的 我觉得是不是有平衡作用还是干嘛 这个你自己注意一下 那有的人呢那个讲话的动作 我们好像觉得男生就应该男生动作 女生就应该比较秀气的动作 如果男生做出秀气的动作的话 那你觉得啊好娘这样 现在你也知道不能随便骂人家娘 所以除了他生理上必须编带过去 他必须他将来又跟人家聊天 人家说啊你第一次什么时候来 你就得建构出来 然后要说服自己 我的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来的 第一个尽量避免谈 第二个避免不了的时候 你就装作你有那个经验 那这经验呢必须讲到 你要能够说服人家 所以这个历史都是伪造出来的 或者建构出来的 建构出来的 那你假如是女变男 人家可能问你说 那你第一次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精子啊 蛤精子什么东西 你就必须知道啊 你就必须大量的阅读 跟那个模拟啊 啊原来是这个 那你就要装作说 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讲得出好像头头是道这样 这就是学习过来的 建构过来 所以从他们身上看得很清楚 什么样的那个性别的问题 是怎么样慢慢透过学习 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符合 那个性别的社会期待跟社会认同 那你自己呢先要相信自己 所以这个你平常研究 就一般的男人女人 你觉得很自然啊 我什么好说的 我上次说过嘛 以前问过我同志学生说 哎同学啊 你怎么会变成同性恋 他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反问你 你怎么要变成异性恋 老师我很正常啊 我就自然而然啊 我说我跟他说我自然而然 他说老师对我也自然而然 我就恍然大悟这样 我就以为我自然而然他是不自然 大概比较不自然的 真的现在知道是变性人 所以他们就受到很大很大很大的社会的压力这样 好 那我上次有说过我认识一个教授 他原来因为英文的英国人的名字都是first name 缩写 所以你看不出来他是男男女的 他结婚 好是不是太太过世还是离婚 年纪很大比我还大 决定要变性 那来学校参观 然后那个同事要跟他吃饭 然后请我做陪 因为我是有名的这个蛇人 我最爱讲英文 我不怕跟外国人讲话 然后他们就请我说 孙老师你要注意他是变性人 我说然后呢 我就跟他吃完一顿饭 然后就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就把他当做一个同仁来看这样 最近有一部电影 我大概没机会去看 大概就要上演了 叫做双面劳伦斯还罗伦斯 我看那个简介是这样讲的 一个的先生跟一个太太 先生有一天告诉太太说他要变性 然后他希望太太还跟他在一起 他变完性他还爱他太太 所以逻辑上他就变异性恋 变性就变同性恋 然后他太太就变异性恋 如果还跟他在一起 就变成同性恋 你知道吗 我这同性恋是很多问号的你知道吗 那这要怎么说呢 变成双性恋 这电影我没看 但是我觉得光这个 光这个开头就非常吸引我 反正这是戏嘛 我自己也可以编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嘛 那就是会造成这个社会的这种性别的 连思考都多元化 多元化你要去怎么想这件事情 当然我的结论都很简单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研究这个 人家过得好就好 关我屁事啊 也不关任何人屁事啊 你不要到时候把他当成新闻 然后好像他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觉得怎么样 然后最后人家旁边的朋友不在乎 他的周遭亲朋好友不在乎 那就是不要在乎了 你管人家那么多 有一个电影 有一本书 以前我写过一个书品 叫做《男庄伴一生》 这书还有在卖 就讲美国一个爵士乐手 有一天过世了 他是男的 大家都以为他男的 过世以后发现 他是女的 然后这个一个研究者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爵士乐手 特别爵士乐手 女生大家都当年vocal啦 很少其他 他不是vocal 他是不是vocal 好像不是 他就是男装打扮 还有他的照片 这一个研究者非常好奇 一个女性 就是研究到底他周围的人 对他后来被发现是女性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访问了几乎所有人 每个人都说 so what he's a great singer 他唱歌唱得很好 或他真是很好的爵士乐手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至于他是什么性别 又怎样 人家已经过世了 你想要知道什么 对他的亲朋好友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他的性别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对人非常好 然后他也当人家的爸爸 当然是这个 不是他生的了 他也当人家爸爸 他也就是在他的生活里面 这样规规矩矩矩 就是他只是不同的性别而已 他也没伤害任何人 他也说性别是欺骗 有吗 他也诚实报税 那这还什么呢 所以这个男装办医生 那个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个记者真的很认真很认真 认真地访问了很多他认识的人 大家都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 觉得完全不重要 唯一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显然是这个研究者 所以研究者 后来也恍然大悟 是原来性别在我们生活中 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人好比较重要 你是什么性别 或你是不便宜的人 不重要的 你的朋友不会在乎的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在性别议题上面的一个 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 好 那 对同性恋有些迷思 在历年来我都有听说过 也有同志学生跟我讲 所以我顺便说一下 如果同学你真的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学校还有这样的看法 你好像白念了大学 因为通常这种问题 我只会在高中碰到 我以前有机会跟高中生演讲 都问我一关同志的问题 好 那通常那个迷思认为 我什么认识同性恋呢 異性恋受挫嘛 受挫就觉得这个性 那个性别太难搞 干脆搞同性的 比较简单吗 对我跟你同一个性别 我比较了你吗 你比较了我吗 一种说想法是这样 不是的同学 有些人可能是 但大部分人是不是的 第二个 没碰到好的异性吗 对不对 他碰到烂人吗 他是碰到我 他就不会是同性恋了 有些非常碰轰的人会这样子讲 通常男生居多 那也不是的 OK 第三个 不学好啊 自甘多乐 这通常长辈会讲 那这个也不是的 第四个 只求炮友 因为同性恋事情呢 就会被社会放大 所以呢 那他们的事情 常常又跟性比较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也不是这样 我也碰过那种 完全不找炮友的同性恋 也不去gay bar的同性恋 我以前有阵子担任过台大很早 比我教爱情社会学早太多了 担任台大gay chat的指导老师 我就问了一些社员 那时候的 现在的年纪很大 他说你会上 你会上gay bar吗 他说老师我不会啊 我就这种乖乖牌啊 只是我是同性恋 那同性恋里面 什么人也都有啊 同性恋不是所有同性恋都去gay bar 他说不是 他就是不去的人 另外呢 他们觉得爱情会轰轰烈烈烈 这是因为被报导的结果啦 因为社会上有这种 收集 收集奇怪故事的这种 这种 这种心态 尤其媒体 所以常常会把某些故事夸大 就像在电影一样 电影所演的故事 常常是生活里面 真的很罕见的故事 比我们刚刚讲的 双面劳人斯 像这样的电影的剧情 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一个先生要变性 然后希望太太在留在他身边 像这样的故事 这个很罕见啦 另外呢 性交方式 还有艾滋病高危险群 那天同志大游行的时候 刚好走到我们家的楼下 然后就 我就听到麦克风在讲 他就已经有一个什么 同志热线的一个社工 就说现在艾滋病绝对不是 同性恋的专利 像异性恋有很多得到这个 这个艾滋病 可是相对数目已经慢慢在减少 全部的那个总数在减少 所以以前有这种 绝对是上帝的天谴 有一阵子在1980年代 我在纽约的时候 哦你不知道 那叫世纪黑死病啊 那时候找不到药啊 很多人就 纽约是同志大本营啊 很多人就这样一一陨落啊 每一礼拜都听到很不好的消息 然后我在图书馆打工 我们图书馆里面 我的那些长官们 几乎都是同性恋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我老板做的蛋糕 非常好吃 他红萝卜蛋糕非常好吃 这样啊 然后其他台湾同学警告我 你小心老板是同性恋 我说小心什么 小心他到时候上了你 我说哈 我就 人家说 怎么样你在那边工作那么久 有没有人跟你怎么样 我说没有 我说我到底该高兴还难过 有时候真的是那种 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讲 有时候跟你觉得跟你一样 在国外念书应该思想开明一点 怎么有些人到底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脑筋进水 真的是 真的是 好了 那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这刚刚都稍微讲过 那有人对sex 这样子概念做原型分析 那这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因为呢我最常被碰到 被问到的问题的几个 一个就是说老师 你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 这我应该在这堂课上 以前有类似说过 那一个看法就是说 你最好确定 第一个你最好满18岁 你如果跟一个 没有满18岁的人在一起 那个很麻烦 你是犯法律 那这个最好你能确定 你的性行为的意义 跟对方是一样 因为动作就是那些 你要是满18岁 然后俏皮一点 你可以到某些书店 卖那个365天日历的那个 一天一个姿势那种 有这种阅历 以前我还收过一个 一个电子档 不是电子档 一个档案 档案打开是各种姿势 然后你要一演那个动画 你只要那一开始按play 那两个漫画人就开始 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全部做完一遍 你当然可以放很慢 然后这当然是对我来讲 是好奇好玩 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国外 也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样 所以后来出现那个一日一知识 那种日历 你如果跟你同学要开个玩笑 你可以买那送给他 因为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好奇要买 对不对 所以通常都是人家送的 好 那你当然也可以反送给他 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就是买的 懂吗 听起来是我的过年礼物 我的圣诞礼物 那这个德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们对这个字做了一个圆形分析 我们在前几堂课的时候 有对爱情做过love这个字 做过圆形分析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他也是问一般人说 你对于sex这个字你会联想到什么 那根据人家的答案 那分成七大因素 第一个讲到sex 大部分人会想到的是 跟这个人有关系 或者其实是在一个情感交往状态 英文叫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不是只有关系而已 就表示这两人在一起 那有哪些呢 bomb 两个人之间是有连结的 不是bomb James Bond 不是这个 虽然James Bond每次都更加有 每一集都更加有连结 对不对 他连结完了都不是什么 每一个James Bond 都要跟人家有连结 好奇怪 不能有一个那种禁欲的James Bond 对不起我停机 我觉得应该拍一个基督徒 也可以看的James Bond 对不对 我热爱上帝我停机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做那些事情 然后打死 然后最很酷很酷的那种 停机的James Bond 第二爱love 性是代表爱的意思 第三个性是代表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你不会跟一个没有关系 没有情感的人发生的 第四个sex代表fidelity 我对你的忠诚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面 你跟别人发生性行为 对你的伴侣来讲 那是个infidelity 那是一个不忠的现象 我们台湾叫劈腿 你就常常把这个真正的问题给掩盖掉 所以我常常建议各位不要用比喻的方法 你不是念诗经 来个复比心 看了和尚的鸟啊 多快乐啊 所以我要追这个女的 你怎么转的呢你 所以你干脆只讲 所以这个fidelity就是这样 你就是背叛嘛 你就是背叛了我对你的信任嘛 那还不讲将来有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第五个sex代表信任 愿意跟你发生性行为人 大概多多少代表这几个主要意思 这跟爱的意义都非常接近 第六个呢 是代表我们是partner 那有人说你就炮友嘛 炮友如果只是打炮而已 那当然是只有炮友 那有的时候是有的成分多于炮 炮只代表你是有 天哪我竟然还讲成这样 我真的对不起炮兵啊 好 接下来familiarity familiarity 就是熟悉啦 你跟他是很熟的 很熟的关系 你才能重置这件事情 当然朋友很熟 很少人做这种事情 而电影是例外了 接下来呢affection 你要喜欢他 跟他在一起有这种喜欢的感觉 那喜欢通常是比较轻的 相对于love 第九个呢 第八个是喜欢 第九个是伴侣关系 partnership 这跟第六个是很像的 第十个security 你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 好 从事性行为例 很放心他不会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虽然现在有所谓的 有人翻成愚虐恋 satism 或者satomasochism 我们通常翻成虐待 被虐跟虐待狂 可是呢 当事人会认为 我从这个虐待得到很多快乐 所以那个虐呢 又加上愉悦的愚 所以叫愚虐 愚虐的关系 那愚虐的关系里面呢 通常有些简单的规范 就是其中一方说要停 另外一方就必须马上停 不停的话就会出事情 那很多人愿意遵守这规则 那这就是一个安全security 你说停 你说停我就停 你要跟对方这样保证 第十一个就代表 你中间有情绪emotion 因为这不是一场买卖 一场买卖的那个通常在电影里面演 或者他们都不会放入感情的啦 就是一场买卖嘛 那你要我出什么声音 我出什么声音 你要我叫你什么 我叫你什么 反正我就收这个钱 十二 共同体 你跟他在一起有community的感觉 尤其从事性型的感觉 第十三 温暖 这个可能是身体上以外 还有心情上 他愿意跟你做 你也愿意跟他做 这两个听起来 觉得两人的关系是非常温暖的 一个人愿意做 一个人不愿意做 一方会觉得 那我们两个现在是怎样 第十四个代表romance 你们两个现在在一个浪漫关系里 第十五个是温柔 tenderness 第十六个团结 togetherness 这团结讲起来好像在当兵 这团结不是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一体感 两个人是一体的 不是只有身体上的一体 身体上一体代表心理上的 希望能够象征上 心理上两个人也是一体的 十七拥抱 cuddle 十八 closeness 两个人是很亲近很亲密的 这是性行为的 sex的 通常sex在这里 大家发现性行为 或者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是第一大象 关系 第二大象 有些性能 纯粹是好玩的 fun 但是好玩你必须会玩 你不会玩 最好玩也不好玩 ok 懂吗 而且要两个人好玩 不要欢迎到你 甘苦到我 蔡秋凤的歌 听说不是为了这个写的 可是这段话实在是太对号入座了 第一个就fun 好玩啊 性好玩啊 对于很多好奇好玩啊 你大概从12岁开始 性成熟开始 你大概就很好奇 那个事情到底怎么样 然后这样电影啦 小说啦 对这个事情的推波助澜 你会对他怀着很高的期望 所以你要第一次也做得很好 你就哇哦 名不虚传 第一次做得不好 overrated 没那么好嘛 没那么好 有人会说 那是因为你不会啊 所以到底是没那么好 是你自己不能 还是因为真的这是没那么好 这个都没办法讨论 没办法讨论 因为在电影上 那些人都演得很好 在电影上 那些人都这样相悍淋漓 然后每个人身材曼妙 日常生活里面 大概都不是那样 但是这就是日常生活跟电影的差别嘛 不然你花250块去看你自己的录影带嘛 280哦 不是250 320是不是 第三 第二 快乐Joy 不要忘了 有时候呢只有某一个人有Joy 另外一个没有Joy OK 你这必须两个人都有Joy 这事情才有意义 不要一个人Joy 另外一个人没有Joy 这就不太好 第三个 自发现Spontanity 自发现就想做就做 而不是规定说我们两个交往以后 每个礼拜六早上10点以前 你要跟我一次一次 然后下晚上10点以后 我们要再来一次 这是我们的契约这样 这就非常没有Spontanity 你就到礼拜六 然后就开始说 我们的约定到 你看今天礼拜几 现在几点这样 好像上课一样呢 那这会有乐趣吗 大部分人会觉得没有 所以要自发性的 两个人最好同时都有这个想法 但是这真的非常困难 通常男生比较容易有这个想法 女生会说 不是刚才做过吗 不是昨天才做过吗 不是上离拜才做过吗 不是上个月才做过吗 女生对这需求通常会比较小 男生通常会比较大这样 因为男生常常觉得说 我下次会做得更好 你把这种心用来做功课 你早就成就不知什么样 人就是奇怪 从小我们都被大人骂 对不对 你要是把玩电动机拿来怎么样 你早就怎么样 他都不知道这没有第一律吗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这怎么能第一过去呢 完全不可能 好 接下来呢 包括期待幻想fantasy 包括期待anticipation 你期待做这件事情 虽然性行为有传宗接待的功能 但是大部分年轻男女 最不想的就是传宗接待 你不要第一次就传宗接待 那你会觉得自己真是倒天下之大霉啊 这是为什么告诉你 或者有时候家长也不愿意告诉你 要戴保险套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高中厕所要卖的保险套 家长团体会觉得 尬牌子大小 怎么可以卖保险套 你不卖保险套 他真的要做的时候就怎么办 他卖了他也不一定用啊 是啊 但他要用的时候没有呢 你看你要怎么去想啊 所以这个第六 有趣的是 非常小心 你不要再做爱的时候 然后一个人还要开始做 另外一个就开始大笑 我保证你两岸关系会搞得很难开 我怎么了 是太小了吗 通常大家 男生就是对大小这件事情 size does matter 对不对 常常电影就来自于很暧昧的话 像那个库斯拉那电影的时候 因为那个预告片我记得 就咚 咚 然后那个画面震动啊对不对 预告片就写 size does matter 这样 其实这是一语双关啦 所有男生看了 女生看了大家都大笑这样 因为库斯拉很大 对不对 他讲的是库斯拉不是你想的那个 好 第七个relaxation 有人要消除紧张啦 那确实不管是你自己解决 或者座爱解决 如果座爱没有别的因素的话 有时候座爱是消除紧张的一种方式 或发泄性紧张的一种方式 但前提要讲清楚 前提是大家是自愿 如果一个人自愿 一个人不自愿 或者男女朋友交往 或甚至同居 就把这性行为变成制度化 变成每礼拜几必定的公式的时候 那对某个人来讲是很大的压力 一到礼拜几他就开始头痛 就开始说不行 我这个学校要不要考试 我这礼拜很忙 我们可不可以下一次 下一次补你这样 好像忽然间像卖东西一样 对不起我现在的丸子少一颗 你下次来我再多给你一颗好不好 这不是做生意啊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关系 是一个类似这样零和的关系 你这次欠我下次一定要补回来 这是有趣 你觉得这个地方就不太有趣了 你就不能relax 不能relax 把它当作一件好像权力 或义务在做的时候 尤其是义务的时候 这就很糟糕 另外呢当一个色 last 好色 好色有的时候有很好的意思 尤其两个人 关起门来 那个好色有时候是好的意思 那有时候好色是不好的意思 特别是还有别人的时候 就不好的意思 有时候女朋友会跟别人说 我男朋友好好色喔 我好高兴喔 你这什么人呢你 男朋友要跟别人男生说 反过来我女朋友好好色喔 别人男生说喔你好幸福喔 你看这很大的差别 第四二狂喜 哇这个很多人 尤其是电影里面 真的把这个描写的 小电影更不用说了 那通常都是男主角狂喜啦 女主角 他大概想着我拍完这部片 我就几百块美金入袋 那大概或几千块都OK了 放弃 色也有放弃的 做不到放弃 你要唤情arousal 这个都是会让人联想到的 另外呢除了爱有点lust 就是性的欲望 那drive 还有呢这个字不好念 你知道F开头这四个字 好另外呢还有满意 至爱 devotion 还有oral intercourse 那oral intercourse在某些 在美国的某些州 是犯法的 那更妙了 他oral sex你怎么知道 他在屋里头oral sex你怎么知道 你拿望远镜偷看人家 那亏人隐私 懂吗 所以我第一次在美国念书说 有些州oral sex是违法的 我说那他怎么会知道 除非你在公共场所 对不对 你不在公共场所 在家里他怎么知道 因为有些美国中西部州 非常的基督教很深 对于这种oral sex 或其他非传统的一些行为 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这里会让人家想到这个 那oral sex算不算sex 根据前美国总统柯林顿的说法 那不算 所以后来美国人都知道 oral sex不算 因为他说 我从来没有跟那个女人 发生过性行为 后来这句话变成 美国性学专家 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这样 那个点阅率之高 你知道吗 美国总统对性学最大的贡献之一 就是柯林顿总统这样 这是真实的事情 不必减调 不必要因为这样 我的委美每天就拿不到这样 好 第四个是我们 性大家会想到女人 这大概男人居多 会想到阴道 想到women 多数 想到women 单数 想到gender 想到breast 想到man and woman 两个人在那边坐 这都是会联想到 第五个 大概结婚的人 想到生殖 reproduction children pregnancy reproduction money 这是干嘛 你在拉斯维加斯嘛 marriage 也在拉斯维加斯 这样 那第六个呢 会想到男人 这大概是女人想的 或者同性性想的 man man penis boyfriend 像这样 那最后第七个想到避孕 这大概是卫教做得非常成功 性想到避孕 保险套 避孕药 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是性会让人想到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是 你在两个人有关系的时候 这个性做起来是 比较容易被当事人接受 外人那就很难说 外人特别是你爸妈 只要你没结婚 特别女孩子 你会跟你爸妈讲 你跟人家发生性行为 还自愿的 你爸妈大概 大概不太能接受 你是非自愿 他都很难接受 更何况你是自愿 那大概 这句话就会出现这样 那性态度的问题 这个前面讲的某种程度 是你联想到的 那性态度呢 有所谓的爱性 erotophilia 对性行为有正面的反应 那有些人呢 是erotophobia 特别是有些宗教 特别强调 对性不要那么沉迷 因为性好像是魔鬼的诱惑 所以你万一出现了 有这种性的欲望 你要鞭打自己 你要自己要念着佛号 或者要像 要念着神的呼喚 神来帮助你这样 那早先修道院呢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S&M 这样就是S&M出来 就开始打自己 觉得魔鬼啊 然后越打越爽这样 然后就出现了S&M的这种 然后既然有这个爽快 修道院对人类的几个贡献 一个非常的守时 因为他们要祷告 这对人民的贡献 第二个修道院呢 发展了葡萄酒 这替人类的饮食做了很大贡献 第三个就是S&M S&M 我每次都讲S&M 当然修道院不承认这一点 好 那接下来一个部分 就是性别跟性行为 性别跟性行为 性别跟性行为 其实是有差的 有差的 很多人是想到 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呢性别跟性欲望的对象 跟数目 同性恋跟异性恋 都是单性恋 你只能跟一个性别 那相对于双性恋 那双性恋跟单性恋呢 就是数量的不同 同性恋跟异性恋 是对象的不同 这应该很简单 另外呢那性行为的范围 包括什么 照柯林顿总统的说法 或那样的说法 那大概只有性交才是 但是一般人 广义的来讲 所谓的性行为 就含有性欲含的 不一定是性器官的接触 那包括牵手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牵手是 有人认为牵手完全不是 上礼拜不是有一个同学问吗 所以他跟一个女孩子牵了手 那请问他不是跟他告白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他跟他牵手呢 他大概觉得牵手蕴含着很丰富的 情感上的意义 那也许没有啊 也许他就是牵你的手啊 觉得安全啊 那小孩子牵你的手 你会跟他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性的需求 你不是神经吗 你这样讲马上被告啊 被抓到警察去去啊 戀童癖或者是什么强害 要准备强害幼童的 牵手接吻大概就 尤其是那种嘴对嘴的接吻 一般欧洲有礼貌性的接吻 礼貌性接吻有闻脸颊的 也有闻嘴唇的 有闻脸颊 闻一边的 有闻两边的 有闻三次的 那我们对于小朋友 你要闻小朋友 小朋友说来来亲一个 除了妈妈跟爸爸 可以亲小孩子的嘴唇之外 大部分大人要亲都亲脸颊的 或亲额头的 这是一个有爱的表示 你如果是个陌生的阿伯 去亲他的嘴唇 你马上被告 你也会觉得怪怪的嘛 所以你看那国外呢 所以这嘴唇好像被保留著 是给某种特权的人可以闻的 不要小看接吻这件事情 接吻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 是最有最亲密的遗憾 因为接吻某种程度 某种程度 不知道为什么 某种程度代表最多的 因为像妓女都可以出卖这些肉体 但是妓女不跟人家说接吻 很多小说电影都有讲到这个 就妓女到时候保留 她觉得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 是她的吻这样子 那手淫啦 那手淫有时候要自读 有时候叫自慰 那手淫是以前比较通俗的说法 现在好像比较医疗的说法 就叫自慰 自己安慰自己 那这个在以前的宗教 甚至有些医学是反对这个 那我们在成长过程呢 因为这个性的部分被介绍非常少 所以呢 中医师呢 我们不是你们现在的空拔空拔那个 但是也差不多 中医师的那广播的广告 都会告诉你 特别恐吓我们高中生 高中生心绪非常无聊 就说你要不要乱守移啊 会拜圣啊这样 中医的圣不是西医的圣 用了同一个字 但概念不一样 因为圣不是西医的圣 不是负责这个精子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然后拜圣施精 百心施精 头脚疼 记忆力减退 这都要用台语演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以前念夜幕 白天在家里听广播 一天到晚听到这种广播你知道吗 然后就很恐惧 什么小便分岔 后来 后来在蓝色大门我就看到这一段 我说这绝对不是陈柏黎的故事 这一定是那个导演 益智眼的那个时代的恐惧这样 男生很怕小便分岔 你小便分岔就表示你败胜这样 就表示你性工能有问题 其实这离得非常远你知道吗 但是那时候资讯非常有限啊 所以你知道男生只要一上厕所 然后有时候看别人的 然后看到别人小便分岔 你小便分岔你败胜这样 就可以把那个人耍到 他快疯狂的地步这样 然后你可以好高兴这样 这是高中生的无聊 非常无聊 极度无聊 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小便分岔这点 有人说为什么他讲小便分岔 我说因为我们高中就是这样被恐吓的啊 就这样被恐吓的啊 那现在没有人在讲了吧 小便分岔是代表什么 没有代表小便分岔就小便分岔嘛 要不然怎样 你要分几岔嘛 所以这个你看到在那种资讯不完整的时候 有时候对于那种某些某些年时那个年纪的那个人 是很大很大的恐吓 有些精神医师在特别研究中国男人的一个性恐惧叫做败胜 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在1970年一个杂志上 讲到中国人的正常也不正常 研究败胜的问题 特别是在这种中药传统之下 什么样的饮食 什么样的食疗 可以帮助你的性能力这一点 在中华文化里面其实是有的 尤其在某些医书里面 还要告诉你怎么样能让房市更厉害 怎么样让你的性功能更好 他现在说法 但是一般人都接触不到这种东西 所以你看啦有时候吃饭啦 吃某些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受西方教育比较强的人 就不知道为什么 譬如说有人要吃鳖 吃鳖干什么了 生蚝 我当兵的时候 长官特别要回家之前 那个伙父都非常厉害准备虾子 总之就是海鲜 大概海鲜腹有什么样东西 可以促成他的性能力 用现代科学解释大概是这样 那长官都吃得好高兴这样子 就好像礼拜六礼拜天 回来就另外一个人这样 也没发生什么事啊 可是大家就是觉得说 这东西可以怎么样啊 到现在去吃自助餐 我一看到生蚝 然后看到很多人要吃生蚝 我就想到温生蚝 这是我很想到的 生蚝也有温的吗 就这样来的 可是别人想到 大概跟我是不一样的 好了 那性行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大概知道的就是有生殖 性行为可以让人生殖 但是大部分的未婚男女 或者是婚外的关系的男女 大概最不想的就是生殖 那另外一个就是欢愉 生殖大概限于夫妻之间 欢愉就是你做性能力 纯粹是为了爽 为了这个写出压力 为了表达爱情 这都是可能的 所以呢 你万一要欢愉 对方要生殖 这两个人就差太远 所以这同一件事情 其实等于在两个平面做事 就是鸡同鸭讲了 鸡同鸭做了 假如要这样讲的话 另外一个好奇啊 没做过啊 特别是青少年 做爱是怎么一回事 没做过啊 那这个高中 国中课本或高中课本说 这个精子与卵的结合 叫做受精 那这句话很抽象 怎么结合呢 那他有时候第一次 就很多人第一次 就是因为在这好奇心驱使之下 并不是跟对方有爱 不是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要做 做了一次做两次 很多人对性行为 看法是跟另外的人 是很相差极远的 我有一天演讲完 有一个人就拉着我 就说要陪我走到车站 其实问我问题 他大概也是一般的大学生 他大概已经做爱 跟做爱的人数 他不是特别那种啊 他说他上过床的人 女生 这个是男的 大概超过二十人以上 他已经 lost track of it 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大概有二十人以上 我说你不怕生病吗 他老师不会啦 那骗你们的嘛 真的吗 是骗你还是骗我 不敢那个 好奇 那他大概已经不是好奇了 有人就迁就啊 特别女生啊 那你男的要做好吧 让你做啊 你不做你就不高兴 那何必让你不高兴呢 反正你五分钟之后 就是另外一条好看嘛 那就让你做嘛 迁就啊 所以有些男生就说 你都不愿意做 又不好讲 有多少人会讨论说 你跟女朋友一次做几次 多久做一次 连结婚人都没人谈啊 所以到时候真的碰到情况 你都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 你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你老公要求太多还是太少 有一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 就忽然间就结婚了 然后过了一阵子 忽然间就离婚了 然后这女人很爱讲 所以在报上就讲得很露骨 她说为什么她离婚呢 因为她发现第一个 她的丈夫对她有过度的性的需求 那什么叫过度呢 在第三版啊 好大一篇文章啊 记者访问她好敢讲 那是记者好敢写 那是报纸喔 写成那样 她说多过度呢 她现成一夜要求七次 所以后来江湖上就流传 一夜七次郎这个片语这样 我不知道一夜七次郎 是不是在别的电影里面 或别的什么书里面有 但从那次就是 然后听说有人就说 你不要你老公喔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她一夜可以搞七次喔 就出现那种乱七八糟的回应这样 所以湘民这种事情 不是你们这时代才有的 湘民是各个时代都有的 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 还有湘民不是住在乡下 别忘了天龙国里面有很多湘民的 所以迁就啦 所以对方就觉得太过度 她说她刚才结婚的时候 还不知道 到底一个晚上要做几次才是正常 她很困惑 她也不敢问任何人 结果她后来这个不堪其扰以后 她才发现她先生大概是 性上瘾还干什么 怎么会一夜七次要求呢 那至于她一夜七次表现如何 她就没讲 那所有人看的新闻 像我都看了我这样眼睛发直 她先生年纪很大 不是年轻人 一夜可以搞七次 她可以开班授徒了 我看 迁就 接下来当然有些人跟你做爱 是因为他爱你 好不好 他爱你 只是把那爱呢做出来 英文这个字 在我念书的时候 觉得是很烂的字 学英文叫做 make love nothing to do with love purely sex 所以那时候的口号呢 是因为在美国在反战期间 叫make love not war 就是要做爱不要作战 这个从中文也翻得非常好 所以后来刚开始我记得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些教授就对于做爱这个字眼 觉得处处到不行 怎么会流行呢 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个问题 都讲make love 现在还讲make out 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 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说法 好 那像你们这代人啊 对外代人家炒饭 我那天念诗经 老师最近迷上诗经 有一个人从性的观点解释诗经 他就性是单单说 诗经里面出现饮食这两个字 吃饭的饮食 就是做爱的意思 难怪你们是不是很多人不愿意出版 他找一个很小的出版是出版 他说这起步什么饮食 那就表示我想给你做爱 他明明要吃饭不是吗 我后来想啊 你们这世代人都讲炒饭 那实际世代人讲吃饭 是一样意思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烟嘛 色不好讲只好讲吃饭嘛 你们不好讲做爱嘛只好讲炒饭嘛 为什么讲炒面呢奇怪 你们歧视北方人嘛 好涼面 对不起 这样的话以后没办法吃面 就像我现在看到这个蛇吻都想要荣原一样 真的是一招被错误的比喻 很难惹回来 有些人是为了经济啊 跟你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有钱啊 那特别是性工作者 那有的不是性工作者 你想男女朋友之间做一次爱然后付钱 这怪怪的吧 以前就有一个老笑话 说这个丈夫去打二次大战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跟太太上床 然后就不小心拉了警报 然后男的就把钱一丢 然后女的就不知道干嘛 然后就发现男的在暂时嫖妓 女的在暂时当妓女的 就做出了这种行为 然后大家就在慌乱中 忽然间就那个行为出现 这个是我年轻时候听到笑话 好不太好笑我知道 我现在发现我好像越来越不太会讲笑话 我下去还开笑话社会学吗 我就开冷笑话社会学 把它冷字放大 好吧 那我就表示没有欺骗任何人 对不对 我把它冷字放大了两倍 特别强调我的冷 冷笑话社会学 这是一个办法 好 接下来权力啦 有的时候做爱要不要做爱 那只是代表谁有权力啊 特别男生在这性关系里面 在爱情关系里面希望展现权力 或者在别的地方让出权力 但是希望在性方面你能给我权力 我对你百般的好 结果晚上能够上床 有些女生也认定男生是这样 说老师男生做了这一切 是不是最后就让我上床 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应该问那个人 你这样问好像我替全天下男生回答 所以有些男生不是这样的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是怎样 我也没见过 所以这个都是很尴尬很尴尬的问题 那有一年有一个团体 学校的团体 请我参加跟张晓鸿老师 这可以讲 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请我参加一个纪录片的座谈会 那个纪录片叫性爱传奇 是一个新加坡籍的华裔的性工作者 为了创纪录跟六百多还八百多 我忘掉确实是 跟男人做爱的纪录片 然后要我讨论 张晓鸿老师跟我也不熟 我那天就很尴尬这样 等下不熟的人在讨论这种性的问题 然后一男一女 这真的很尴尬的事情 然后那个后来有一个台文社的社长 我还记得那天坚持用台文发表言议卷 我听得懂张老师听不懂 张老师说这个问题你回答 我就回答那个问题 我忘了问题是什么 记得全部都是台语这样 我对不起我台语不够轮 我还讲出来你会笑我 我就用国语回答 我听得懂你的台语问题这样 好这个是性行为为了 有的就是纯粹为了创纪录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有些人在黄春明的小说里面 在我年轻的时候看 撒尤诺拉再见里面 其中他就描写日本人 这当然对日本的刻板印象了 就说日本人有千人展俱乐部 日本人呢 那观光客只要跟一个女人做爱 都会留下一个纪念品 然后就贴在他的这个记事本上 然后就是他的记录 他到台湾到全世界各地 都是要跟女人做爱 然后留下记录 这后来我在看什么电影里面 他也有 他说他这一生跟多少女人做过爱 爱在瘟疫蔓延时的电影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也是要创纪录 要跟全世界五大洲 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样 跟所有女人做过爱这样 所以同学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幻想 你不必幻想 因为已经有人写出来了 接下来性行为的道德跟宗教意涵 性行为的禁止跟鼓励 特别是手淫的污名化 认为你这样子呢 在生理上对你不好 在道德行为上 认为你这样子就是个罪人 你做这种事情 已经犯了奸淫之罪 让你会对手淫这件事情 尤其女生还手淫 那你真是荡妇 给你这种很多道德的恶名这样 另外呢 婚前性行为的除污名化 那婚前性行为 现在这个据研究都越来 比例越来越高 那比例越来高 大家看原来的比例在哪里了 那这个是几乎躲不掉的事情 那很多人就现在谈得很少 我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没发生什么 在谈这个问题 现在发生那么多 反而没什么人谈这个问题 所以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乱伦的问题 那乱伦因为已经侵犯法律了 这个问题有时候会更严重这样 那乱伦现在通常都是从家暴法来做 通常乱伦很少是志愿 都是特别是 常见的例子是爸爸 然后性侵自己的亲生的女儿 甚至有的是儿子 那还有呢 就是他的stepchildren 他会性侵他们 所以这个是乱伦的case 一般人碰不太到 因为这事情为了保护当事人 所以有这样的新闻呢 也金箍不太会上报 名字更不会出来 但是你如果像做社工 或心理辅导的话 有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这种 真的很棘手的case 你会知道社会有一个角落 还是有些人在做这个事情 你有时候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做事情 但真的就是有人做这个事情 所以各位 如果你念的书不是这个 你就看到的都是 比较社会的光明面 有些人的行业 选择的职业 看到的是社会上的黑暗面 那卖淫也是 那有些在女性主义者 因为对于性工作者 到底要不要支持 要不要承认性是一种产业 那女性主义者就分裂 台湾也曾经分裂过一次 有一个团体呢 有一个基金会 就分成一半 后来就做一个叫协会 一个叫基金会 名字大家都不愿意放 所以你在社会上看到 有一个什么什么基金会 跟什么什么协会 他们两个曾经是同一个单位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然后当初分裂的原因之一 就是到底要不要支持 日春这样子的性产业工作者的工会 要不要支持她们有就业 或什么样的自由 这个争议非常的大 赞成者当然认为 性产业当然是一个工作啦 冲酷以来就是啦 为什么女人不能做呢 那有些女人就能做这个啊 那也能够怎么样帮助哪些人 怎么样那这是一种说法 你反正说啊那开玩笑 那你女儿要不要去做啊 你太太要不要去做啊 这根本就是低贱的工作 不应该任何工作没有尊严 都不该被称为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不应该允许这样的工作 那说哦低贱的工作啊 那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应该做啊 那都低贱的工作 牛也不应该有人杀人死 也不应该有人埋呀 就大家就混战一场这样 也没解决任何问题 信者横信不信者横不信 所以到底性产业工作到底要不要承认 是一个工作这一点 政府当然基于道德的理由 台湾政府没那么先进啊 不敢承认啊 所以有废除公倉的问题 废除公倉我们的倉记就解决了吗 没有就全部变成私倉了 那以前有公倉的时候 好歹公倉有保障有这个检查 然后这个要去倉疗的这个人 也可以得到一些卫生上的保障 现在完全没有保障了 你自己看办 政府承认没有 不承认有 所以抓到的你都是犯法的行为 所以是怎么样比较好 每一个政府没有人敢公开面对这个问题 那你到其他国家像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有红灯区 那个女郎就站在那里 你要就进去 她把链子一拉 你们在里面办事情 那是合法的 但是不是很多地方这样 听说汉堡也是这样 我上次在女性影展一部电影 就讲了一个狼 两个双胞胎的年纪很大的 从事这个性财工作者的人 他们的故事 很老喔 还有人去喔 那根本就是婆婆级的人你知道吗 你看到你就知道 我刚才说不会吧 还有人去 有啊 他有他自己的老顾客啊 他有他自己老顾客啊 然后他们就还有来照 那个老顾客大家也同意 没有露出脸来 他们从事性行为 还有他帮他按摩或其他的 不是只有性交的行为 有些人老顾客到后来 坐下来聊天的 最亲密的事情不是 不是像你们年轻的时候想 就是要性交 那有的就是坐下聊天摸摸小手 然后帮他简单的按摩一下 爱抚一下就快乐到不行了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性的需要 不是只有性交的需要 所以他那个也没有任何道德评论 他的家人觉得非常的丢脸 他的邻居也觉得你这种妓女 败坏道德还是有 荷兰是新教国家 虽然他有很自由的一面 也有些人非常非常的保守 这个中古世纪以后 欧洲不能容纳的异议分子 全部逃往荷兰 这也是很奇怪的故事这样 好了 那我们这堂课先上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跳几段 到108页的下方 特别有人对于性别跟性的多样性 sexual variety的跨国研究 那研究对象包括十国 这十国哪 十国上面有写 他的研究结果呢是这样子的 发现呢基本上这十国中间 对于性的多样性的性别差异 具有跨文化的普通性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说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的那个不管 就他研究这十个啦 有性别的男的跟女的对性的问题 是都有一样的差别 什么差别呢就是接下来的 男性会比女性有更大的欲望 跟多样性的性伴侣 女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比较贞洁一点 男生比较淫乱一点 照白话文是这样讲的 第三呢男性从答应到从事性交的时间 比女生要短 女生答应要跟你那个交往 到从事性交的时间会比较长 女生考虑比较多 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第四呢男性比女性更主动寻求 短期的性伴侣 那很多人认为 这是我们男人生理构造的问题 我们男人就是要制造那么多精子 制造那么多精子 就是要让更多的女人受孕 如果你是原始人 这当然没话讲 你是文明人 这句话讲完了 就觉得你脑中进水这样 好 接下来谈性跟浪漫爱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两个人研究 爱情的感知跟性的量表 那这个它主要是说 到底爱比较重要 还是性比较重要 还是越来越不重要 它有四个三种的那种情 四种 爱比较重要 这是第一种 Love is most important 特别对于有宗教信念的 或是自己有一些想法 接近宗教信念的 认为我一定要这样子的 这种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 它条目有类似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是指两个人 那恋爱的两个人 我们关系中友谊的成分 要高过性的部分 这也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 有人会问说 我跟他交往了一阵子 现在比较像亲人 不像爱人 那这话都讲得很含蓄 意思就是说性对他们来讲 至少共识越来越少 男生可能还想做 女生已经不太想做了 牵个小手就OK 男生怎么会甘于牵个小手呢 所以呢 他觉得友谊的部分会比较高 那有些人就觉得 这样子我还是男女朋友吗 我们连那种性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个表示 两人没有共识的 比较危险的在于没有共识 比较危险的不在于 你们两个关系是亲人这一点 这我应该以前有说过 第二个 对于我的伴侣跟我来说 性不是必要的 不是说不必要 不是必要的 但是它确定让我们 让爱情更稳固 所以有的时候相爱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有爱来做 但是偶尔做爱 对他来讲是可以 对这两个人来讲是可以的 有这个共识 第三 我的伴侣跟我彼此相爱 理由很多 不只是性而已 不会说我爱他 因为我跟他做 We have great sex 但不会是这样的 第四 伴侣跟我彼此相爱 对不起这讲过了 我们并不是常常有时间 从事性行为 但是以别的方法展现性方法 它就方打错了 展现爱情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聊聊天也是很重要 一起看电视 一起看电影 从事行为虽然不是性行为 但是共同从事两个人喜欢的行为 这一点其实也是表示爱的方式 爱不是只有靠性来展现 是这个意思 对我跟我的伴侣来说 沟通比肌肌之亲来的重要 那这个呢 很多人在这里没有共识 他希望有肚脐炎以下的沟通 不要肚脐炎以上的沟通 最后一个 对我来说 身体特别性的部分 只是关系中的小部分 所以性的关系 要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什么样的部分 这一点 这个会随着时间略有不同 但是性别差异可以显现出来 第二种的立场是说 有性才有爱 没有性的话 那哪叫爱呢 这种立场 这种立场人呢 是什么 性展现了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彼此 因为我们有性行为 才表示我们彼此相爱 跟这种人呢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有一天没有性行为 就那天他不爱你 照这种想法 我对我的伴侣和我来说 性跟爱是密不可分的 这个打个米号 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反向测验题 你这题得分越高 表示你越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有时候安排的 这种测验的方法 那当我们有性行为的时候 表示我们彼此相爱 很多人 尤其年轻的时候 相信这个 所以年轻的人 有时候看到自己的父母亲 或看到老人家分房睡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两人分房睡了 还是夫妻吗 这两人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要再住在一个屋檐下 你完全不了解他有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等你到了年纪 你慢慢知道分房睡 有时候不是只有性行为问题而已 还有生活上干扰 什么呢 有人晚睡有人早睡 有人打呼 有人不打呼 我们家打呼最大的 你绝对猜不到是谁 我们家的狗 有一次我还说奇怪 我会打呼我知道 因为我常被告知 我太太会打呼 我也知道 我们家狗会打呼这点 我到后来才知道 有一天我太太说 你打呼很厉害 他说哪是 那是你 那我们有一天就发现 是我们家狗 他打呼 他非常养生 每天大概除了吃就是睡觉 少数时间去运动 所以我们家不运动的人 不是只有我 我们家狗特别是 都没有人骂我家狗 奇怪 然后带他出去 他腿短又小黑狗 很多人误以为他是猪 说迷你猪耶这样 我有时候反正 这是可爱的说吧 我就说他不是猪 他是狗这样 他长得好像猪喔 好可爱 好可爱就算了 随便你讲 是蛮可爱的 是蛮可爱的 真的是 有时候有人说养儿子啊 不是养狗啊这样 这不是骂你们的话 因为你爸妈至少还称你们为小犬 就是表示他爱你们 知道吗 可是你们的这小犬是不能装在袋子里 像好多人都戴小犬这样 110页这里 言语说明了我们彼此相爱 但是性展现了我们彼此相爱 靠嘴巴讲没有 靠坐的 好这是有性才有爱 另外呢有爱才有性 前面那个通常是男性想法居多 很多女人也认为男人你要给他性 他才会爱你 那女人呢你要先爱他 他就给你有性 那请问男女这样怎么合啊 那干脆搞同性恋快一点 你要有性才爱对不对 那你找同性 你自己同性吗 那不是这么快吗 可是又不是 好我的伴侣跟我如果不相爱 就不会有性行为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 才能真正享受跟彼此的性行为 还有对我跟我伴侣来说 性是最优先 接下来才是爱 这是反向的题目 然后我对我跟我伴侣来说 爱是最优先 接下来才是性 这就是很简单的设计这样 然后性越来越不重要 我的伴侣跟我渐行渐远 性也越来越不重要 前提是渐行渐远 另外呢我们彼此相爱在一起感到很自在 但是恋爱的兴奋感也不如从前 这是常见的现象 恋爱兴奋感一直保持从前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有人会非常甜蜜的说 我现在看到他 就像50年前 我看到他一样的那种新鲜跟兴奋 老哥你真会说话 怎么可能呢 第三 我们在关系一开始性很重要 可是现在是比较节制 第四 对我跟我的伴侣来说 性的享受会随着爱的增长而增长 有人会增长 有人会减少 肌肤之亲 包括拥抱 接吻 这是很广义的性行为 拥抱 比起性交在我们关系中来得重要 那有些时候呢 有些男生会要求性交 有些女生会觉得抱抱我就好了 我们可以抱在一起睡觉 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舒服 那男生在这点上通常 通常不太有认知差距 对我跟我的伴侣来说 爱情和性并不必然是同一件事 然后性是很必要的 才能确定彼此相爱 而且同心 对我们来说 性增加我们关系信任的强度 还有对我伴侣来说 性这种身上的欢愉 而不是爱 只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快乐 不是因为爱 111页这里 对我的伴侣跟我来说 性行为可以疏解压力 确实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万一性行为变成另外一种压力 那真的又是无心的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因 这不是 这完全是意外的压力 性行为让我伴侣跟我更为接近 我的伴侣跟我性行为截至 我们有肌腹之亲 然后我跟我的伴侣来说 肌腹之亲要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不能性交 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所以他研究结果 根据这些问题 去访问不同人研究结果 通常研究假定 女性会比较倾向强调爱 男性会强调性 可是他的研究成果 没有这样的差别 我刚刚也说 很多人会说男人是不是这样 那他的研究成果没差别 但是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有的时候是因为区域的问题 有时候因为时间的问题 有时候因为受访对象的问题 所以你问了不同的人 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答案的 所以社会科学的答案 有时候麻烦在这里 那不是真理 那只是一种研究结果 各位千万不要当真理来看 好第二呢 研究者比较倾向将爱情跟性 当成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可是一般人呢 却在提到浪漫关系的时候 会同时考虑到性跟爱情 所以那不是两个极端的事情 那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事情 所以呢不管如何 对于爱情的强调 往往高过对于性的强调 这不在关系里面 第三 虽然爱情的优位性 primacy高过性 就爱还是比性重要 一般的情侣都想认为 但性尽管越来越不重要 可是没有性 却往往会终止浪漫关系 那除非你年纪大了 这是在情感关系 年轻人里面 没有性大概是一件 一个危机的象征了 如果双方没有共识的话 但在夫妻里面可能可能 那这Goffman是一个婚姻治疗专家 他有些书有中译本 没有再重译 很可惜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上图书馆的网站查一下 Goffman认为五件正面事情 跟一件负面的事情的比例 是维持浪漫关系的要素 所以你在浪漫关系里面 最好有五件事情是正面的 你知道出现一件负面事情 这种比例 两个人关系还是比较容易维持 而可以发展得不错 那详情他有再说明 你再去看一下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 会永远的和谐不吵架 绝对不可能 古人就有这个智慧 说哎呦天吃饭还有舌头 什么牙齿咬到舌头的 哪有夫妻不吵架 很多人会幻想 只限鸳鸯不限仙 那鸳鸯先从来不吵架 鸳鸯绝对没办法吵架 他发出什么声音呢 鸳鸯能讲什么话呢 那仙会不会讲话我不知道 等我当了月老以后 我会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听到我讲话 请不要吓到 那就是老师而已 懂吗 我要当了月老以后 我在第一件事情就是把PTT那个板 给连到网路上 连到我们上面去 这样我们就直接解答你的问题 你叫我去死 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懂吗 同学你是要我帮你 还是你要自己 你自己出了问题还怪我呢 哎呀同学想开一点 好 刚刚有同学说 有网路上有一个回答问题 很像老师回答的 怀疑是不是我上那个PTT 我不上PTT 我跟你讲 那只是有一个人可能想法跟我差不多的 这种人应该有吧 好 那衣服类型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提到衣恋关系 我们有时候翻成衣服关系 跟性行为的关系 好 这个第一个研究发现 安全型的衣服关系 指数高的人呢 得分高的人呢 会认为自己比较漂亮 呵呵呵呵 再丑的人都会说 那他安全嘛 他觉得爸妈爱你嘛 那个妈妈可能每天每天每天 就告诉小孩说 哎呀谁呀谁呀我爱你这样 第二 焦虑型的就是中间内型 衣服关系指数高分的人 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 但是会有比较早的初次性交 因为有时候他要靠着别人喜欢他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的意义 所以一旦失恋 这些人有时候就会走上极端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已经不喜欢他了 终身的生活办理比较多 比较不忠诚 性行为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 然后以上的发现多半适用女性 所以这个研究发现其实很小的发现 那接下来一群人呢 他们发现呢 避免型的人看二 在亲密关系中会选择避免性方面的接触 只有女性会避免对自己的性伴侣 伴侣有性幻想 这是焦虑型的人 因为他不太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 对方同等的回报 所以他也不敢付出 然后又想得到又不敢付出 然后就卡在那里 你知道吗 就变得比较别扭 然后焦虑型的男性 在亲密关系中不自在 他们会认为自己的伴侣在逃避性行为 也因此对伴侣持续性的施压 施予作爱的压力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爱我就跟我做 你不爱我 你不跟我做就表示你不爱我 两人就每天在吵动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要不要跟我做这种 关系就很容易破裂 那这个某种程度反映出自己 当事人不管是男或是女 都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这种依附关系里面 另外一个主题呢 跟这个有关的是讲婚前的性行为 婚前的性行为呢 你看这美国人的研究 在1940年代跟50年代 在美国有两种态度 一种叫做节制的标准 就是说这跟教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所有性行为都应该在婚后发生 在社会认可的时候发生 这是一种态度 另外一个双重标准 对男性跟女性采取不同标准 这个应该不陌生 男性很少有门禁的 女生通常都有门禁 对不对 妹妹啊你要十点以前回来 弟弟啊那你十二点 有公车你可以回来 不然叫计程车也可以 为什么把车都在11点 外面不安全 那你把所有男人都叫回来 外面不就要安全了吗 对不对 那这是假定的安全 那我不知道你对于女同性恋 觉得这样算安全不安全 这都是很奇怪的想法 你到底担心小孩十二十点以前 但是以后会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不把那个担心事情讲出来 他搞不好十点以后才做的事情 他就挪到十点以前做 回家之前他已经把它做完了 那你不是担心十点吗 你是担心做不做那件事情吗 为什么不讲清楚呢 所以double standard就是这样 对男女采取不同标准 对男性的婚前性 有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 对女性比较严厉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压抑 这是双重标准 你不喜欢也是这样 对男性的婚前的行为 性行为的谴责会比较小 对女性就会觉得比较大 然后觉得比较严重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 就提出两个标准 说到底婚前性行为 当事人都想什么 有人认为有感情就可以 管他们结婚 甚至有些人更认为 结婚这种事情 是中产阶级的想法 像法国很多人认为这样 所以法国现在同居很流行 结婚干什么 结婚是中产阶级的概念 说马克思说了 就这样 马克思没说成那样 但是法国人说成那样 所以那个对于同居的人来讲 他觉得有感情就可以了 我们俩有感情关别人什么事 我不喜欢那种繁文入节 这是一种态度 所以他就可以再 有婚前性行为或同居 另外想要就可以啊 干嘛呢 对不对 人不就是来世上就走一招吗 想要就可以 所以你高兴我高兴 爱找谁了 关谁什么事呢 这是两个态度 对婚前性行为态度 你有这种态度 你就比较容易从事这种行为 你为什么不做呢 奇怪 这是这样子态度 1998年 这个GSS 美国的General Social Survey 发现 98年 上个世纪的尾巴 44%的美国成人认为婚前性行为 根本没错 没问题 你如果再用城市跟相较来分 城市的人比例又更高 还不是一半呢 44% 接近一半 21%的人认为有的时候这是错的 至于这个有的时候什么时候 他就没有讲 9%的人认为这总是错的吗 婚前性行为总是不好吗 那26%的人认为总是错的 所以比较偏向于婚前性行为 比较没有错的比例高一点 高一点 这是1998年 但是透过好莱坞电影 或透过连续剧 那是因为这些电影的编 那个编剧导演都是属于比较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比较多放纵的情况 所以会让你误以为美国人都会随便 不是的 电影是这样演的 如果你认为台湾人都是男生 都是那种开Benz车的那种小开 然后女生都骑单车会被撞人的女人 那台湾的交通不是很混乱吗 你看那个看那个台湾的偶像剧 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你认为假如是这样 就算你看韩国的偶像剧 看日本偶像剧 你就认为日本社会是这样 韩国的社会是这样 那你就要小心 人家看台湾偶像剧 认为台湾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性关系 总体而言1960代到1980代 美国人大多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 这样的态度没有太大改变 台湾呢还是少数 有时候我会去外面演讲婚前教育班 还是有人对于女性 有婚前性行为这一点 特别是自己的女朋友 曾经跟别人发过性行为这一点 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就逼着女生撒谎 有的女生也知道自己男朋友不会接受 就撒谎 撒谎一旦被揭穿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 那性行为关系量表 有人就要研究这个 那他表示不同的阶段 包括美感情 墙内感情恋爱中订婚性行为量表呢不清楚 而且是互斥的 有关情感的研究 还在人类的研究里面是很起步的 就在近几十年来还是很起步 所以还有点粗糙 各位要了解这道理 然后这个1988年有人修订这量表 他把那个阶段呢分成初次约会 偶尔约会认真约会订婚前跟订婚 然后来研究他们对性行为的接受的情况 那接下来就是 那个其他还有人研究 我们看的主要发现 主要的发现发现 男性比女性有较多性宽容的态度 男人就做一个性行为有什么关系 这跟男人的那个性行为后果 承担的比较少 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第二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跟年轻的成人 比较具有性宽容态度 年纪大的成人比较不具备性宽容态度 这个跟你的日常生活经验 应该是蛮符合的 第三没有宗教信仰能 比较具有自由的宗教性态度 所以照这个逻辑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台湾因为宗教信仰的人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应该对性相当宽容才对 可是我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呢跟性宽容态度 跟无限制性行为 它有相关的人格特质有哪些呢 积极性 这是Big Five 五大人格特质 男性性别角色跟冲动性这三点 那这个接下来是依附关系跟性态度 那他们认为依附关系呢 是一个系统的整合包含三个因素 所以后来讲了很多 就是有依附有照护有性行为 这是把这方面研究 然后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我就不念了 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婚前的性态度 受到什么影响呢 受到所谓的配偶的可遇性 Mate Desirability 你认为你的那个配偶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内型 第二个还有Mate Preference 也是一样 是不是你的符合你的条件 第三个是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影响 所以这个你应该很好讲 说从折偶清单 好像折偶像买东西一样 你会列个清单 所以符合这个折偶条件的 我大概都会跟他来往 通常要有钱 然后怎么样名校毕业 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都是这样 都有人这样列的 还有所谓的假陌生人实验 描述一个假人 然后要求受责的表示 为什么你会被他吸引 吸引到什么程度 那他发现呢 假陌生人研究实验发现 人们可遇的特质 包括他必须诚实啦 必须好心啦 必须漂亮啦 必须有钱啦 都是要比自己强 找一个比自己好的 在这些正向的价值上 比自己好的强 那有些特质会被强调 比如说好心诚实跟健康 对大部分人来讲 就比漂亮重要 在你们会觉得 好多人都觉得 哎呀帅很重要 正很重要 很多在网络上的人都这样讲 那那个是 你无聊 你还没有交到男女朋友 你当然会这样讲 你真的交到了 漂亮真的很重要吗 你慢慢就知道 真的别的东西是吃的比较重要 很多人很喜欢 好像自己很型的样 然后打高空 那个真的 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接下来呢 对婚姻伴侣要求 跟对于偶尔性对象要求 当然要严格一点 偶尔的那种性伴侣 你刚要求什么 大家你愿意我愿意 然后就算了嘛 然后做一场就算了 那对于那个 所以呢偶尔性伴侣 你会比较强调漂亮 跟高度的性趋力 high sex drive 他真的也愿意做 你也愿意做 然后他真的长得很正 我靠你赚到 你到夜店去 大概求这种短期的 你也不期望跟他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天可能大家就 谁也不认识谁 那这种在电影里面 跟实际生活大概都有 第三呢 根据演化论预测 人们会选择性经验 性态度比较有限的伴侣 你想确认将来真的有小孩 那是你的小孩 这从演化的观点来看 所以他不会喜欢那种 到处跟人家有性关系的人 是这样的意思 这从演化也可以这样解释 第四个 陌生人的 假的陌生人实验研究发现 假定的陌生人 越少有经济业 或者保守的态度 会越受到欢迎 所以男人喜欢处女 女生很少说我要处男 虽然也希望这样 那男生真的有什么错 女生也通常 比较会原谅男生 第五 所有青男人发现处女 也就是所谓性态度 比较保守的 会比有很多性经验的女人 更受到欢迎 这讲美国 不是讲台湾 大家会觉得 那个你又想跟性经验 比较多的女人 好像比较随便 比较容易 但你又怕她胆病 所以你对她就有那种双向情感 那这处女呢 至少你可以摆布她 你好像跟她在一起 你可以得到比较多 这是一个说法 好 那就不讲了 另外性宽容态度 增加吸引力 或者是伴侣的可遇性 要视关系的脉络而定 如果只是考虑性关系 不是考虑婚姻 具有性经验的 比较有性吸引力 因为你目的不是为了结婚啊 不要考虑后面很多的问题 你只是要今天晚上爽一下 那你当然找一个能力比较强的 跟你比较匹配 让两人做起来会比较快乐 长期就不要想 另外呢 第七个 性态度宽容的人 以及具有自由性标准的人 也可能寻找同类人当伴侣 可在现有少数研究 发生这种情形值 发生在女性身上 男性比较少是这样 所以呢 在择偶方面 性宽容态度的人 会比性保守态度的人更容易选择漂亮的伴侣 好 那这是最后就是交往初期 性态度和性保守经验常常是冲突的原因 所以男女朋友通常分手了 交往的前几个礼拜分手了 或者前几个月分手了 大概的问题通常在于两个人在于 性的观念是不一致的 对性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那夫妻也大概是一样 所以夫妻呢 离婚的理由之一 叫做个性不合 那是为了凑四个字 其实只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多的这样 好 那接下来是性关系的各种面向啦 那包括性生活的频率啦 性活动啦 满意度的差异 这我就不要说了 这都很清楚这样 那性别跟权利 在这一章的后面 在116页 基本上所谓的权利 有所谓结构的权利 赋予你的权利 譬如说那些男女结婚以后 交往以后 权利在哪里 我们这时代要求平等 你们的时代跟我不一样 我们以前男生有很大的权利 女生的权利就在于 要不要答应跟我们出去 这是你的权利 你一旦答应跟我出去了 一切事情是我负责的 钱我负责 什么地方吃饭我负责 然后看什么电影我负责 送你回家我负责 你不必负责 你只要跟我出去就行 现在你们是这样的吗 好像不是了 所以这权利关系有转变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社会上都这样 就是所谓的制度权利 或者习俗的权利 你不这样做 反而变得很奇怪 那这个就是结构的权利 结构权利或制度权利 那包括父权体制啊 男人是重要的啊 男人很重要 所以男人的权利要比较大啊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资本主义权体制 谁有钱谁讲话大声啊 两人出去照道理说 照资本主义体制 那应该是赚钱多 那个人出钱啊 那就看谁的奖学金多啊 在你们这时代 然后如果将来到社会上 就看谁赚的钱多啊 干嘛 先把扣角平常拿出来吗 看我赚120万 我赚你呢 119万 我出 没有人这样做的 那另外一个性爱体制啊 那这个也是有权利 一性恋的人常常可以觉得 可以决定同性恋到底该不该怎么样 譬如同性恋婚姻的问题 不管你赞不赞成 为什么要由非同性恋来决定呢 如果同性恋可以决定 异性恋婚姻反过来讲 同性恋全部投票 认为异性恋婚姻非法 那那就非法了吗 反过来想啊 为什么同性恋的婚姻 需要异性恋的人来投票通过 我不是说我赞成反对 我只告诉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可以不通过 结婚是为了传宗接待 因为他们不能传宗接待 所以不能结婚 那 一性恋的人结婚没有传宗接待 全部解除婚约 对不对 那最好的结婚形式就是 你们两个要结婚对不对 没问题 你们两个先去黑熟黑熟 发现可以生小孩 扒给你结婚证书 然后顺便扒给你的小孩补助金 你会生才能结婚吗 照这个逻辑啊 所以你不能先结婚啊 你先结婚两年内没有生小孩的 一律解除婚约 然后付政府赔赏金 因为政府相信你可以结婚 所以呢你可以累积一个算法 然后全部捐给国库 我保证健保 绝对不用担心没钱 结婚几年内你们就不生小孩的 我应该写个科幻小说 那个国家就这样搞 所以同性恋要结婚 绝对不行 因为你们不能生小孩 一性恋结婚 也不行 付订金 两年内没有生小孩来 没收押金 像你们租房子一样 不然的话 所以结婚生小孩这点 并不是婚姻的目的嘛 还有同性恋也许可以收养小孩嘛 你可以开放收养制度 同性恋会交助同性恋的小孩 那你想一下 一性恋家庭 同性恋出自一性恋家庭呢 如果同性恋可以出自一性恋家庭 那同理可证 一性恋也可以出自同性恋家庭啊 这纯粹是思考的辩论 所以你说为什么同性恋不能结婚 所以这是我提出的几大理由 我赞成同性恋结婚 跟生小孩没关 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当然也有人说还结什么婚 你没看现在一性恋人离婚率那么高 你结婚干什么 结婚还付赡养 离婚还付赡养费 别结啦 你别看了恶果 这不是这个问题 这是他的基本人权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互动的权利 这不一定是制度权利 这不一定是制度权利 有的男人在外面看起来很大的权利 比如说我们的总统 但是呢 我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 报这种总统夫人其实权力比总统大的这种新闻 从什么小动作啊 叫不要喝水啊 叫你好奇怪啊你啊 把这小动作 你看 其实他听都听他太太的啊 那其实在政界或者台湾的社会 或者华人社会都有一个说 其实大部分的大男人都是怕老婆的 那所谓怕老婆 你另外一面来说 我们哪怕老婆 我们是尊敬老婆 就看你怎么说 所以好像看起来是在异性恋体制 或者是在这个男人和很大权利的社会里面 其实男人在某地方还是听从他的亲密的另外一方 那谁的权利比较大 那这是不同的权利 一个只是在二元体两人互动中的权利 总统夫人可能对总统有权利 但总统夫人对副总统没权利 他对国家其他人没有权利啊 总统有啊 懂吗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权利 总统的权利是制度赋予他的 是制度赋予他的 所以这里包括性别角色的问题 年龄的问题 阶级族群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男性通常掌握比较多制度性的权利 那女性掌握比较多互动过程中的权利 那有些女孩子啊 会被称为 你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公主病的人 就是权利扩张的太夸张 那有人有王子病的人也一样 就是没有一个平等互贵的一个关系 好那这个有关一个性别跟爱情的研究 在116月这里 美国人也有研究 他觉得性别跟告白有一个迷思 美国人认为女性对爱情会比较敏感 所以会先告白 而且呢女性告白以后呢 会有很强的幸福感 那他研究发现呢 从被研究者的情感历程的过往 跟现在为基础发现 其实男性比较容易先行告白 而且在被告白后感到强烈幸福感 所以这个跟他们认为的迷思是不一样 那性爱过程中呢 性情为 以性情为发生时间为准 他认为重视短期的关系的男性 同样比同样重视短期关系的女性 在发生性情为告白是感到幸福 但性情为发生过后 就比较不会感受到幸福 可是重视短期关系女性不会如此 意思说男人跟你做仰爱他就跑了啦 他关系就死 可是女人呢还会牵连 还会回忆这个 这段那种浪漫的一瞥 或者浪漫的一碗 这个是这样的发现 第二呢 重视长期关系的男性跟女性 就没有上述的差别 好 那个前面那种 我们在以前 那根据的分类算是游戏爱 那下面这种大概是性的 他们在性行为之后呢 才会比较感到幸福 这是另外一个那个 那另外有人发现 男性在将发生 男性将发生性行为之前的告白 当成有性活动的暗示 如果告白完以后 通常两人两性相悦 大概就会发生性行为 那女性呢 将男性的告白 当成发生性行为 表示你要跟我告白 就表示你要跟我上床 那他想的又会比较多 那男性呢 会将女性的告白 当成是对性的渴望 没有想到是对承诺的渴望 好啊 所以男人想的 大概就是精子充脑 有人这样讲 那女人想的是 希望你给我多一点的承诺 所以这个是认知上面差距 这是一般来讲了 一般来讲 那美国人也是这样 那女性将男性的告白 当成对性的渴望 适用在短期关系的男人 所以如果有一个男的平白 明明白白告诉你 他不是追求长远的关系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考虑好 因为他已经都告诉你了 他要的就是一个短期的关系 一个没有负担的关系 他要就是跟你上床了 简单讲了 那性别歧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今天不一定讲得完 那性别歧视呢 很多人研究 那他这个研究者呢 就发表了一个清单 认为性别歧视 可以大致分成两行 一行叫做善意的性别歧视 一行叫恶意 敌意的 那善意的有所谓的 保护型家长制的这种心理 跟互补型性别文化分化的心理 跟异性恋亲密的心理 家长制的心理呢 就是说好女人应该被好好的对待 我要好好的宠爱我的女人 这都不是平等对待 这都不是 第二个女人就应该被男人宠爱跟保护 让我来保护你嘛 有些日本人会说 让我来守护你嘛 第三呢 男人应该牺牲自己来满足女人的需要 这大男人主义 就希望女人满足所有女人的需要 第四灾难的时候 女人不应该首先被抢救 这是反过来的 因为灾难的时候呢 老弱妇孺優先啊 你看铁达你好没有 老弱妇孺優先啊 坐座位的时候谁優先 老弱妇孺優先啊 不是吗 你要是坐上那个很蓝色的椅子 你还坐在那边打瞌睡 你明天就上YouTube了 台大学生在公馆上车的时候 假装睡觉这样 或者正在看爱情社会学讲义这样 那就更尴尬 把我都扯进去了这样 看到以为忘神了这样 好 互补性的性别文化 说女人有比较高的道德行超 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这你歧视啊 你是善意的 你也是性别歧视啊 你就用这种田园秘语 以为我们怎么样 女人有比男人罕见纯洁的品质 女人比较有精致的文化品味 你以为你讲的是事实 其实是一个性别歧视 另外呢 意义性的歧视 每个男人都应该有女人来崇拜他 然后男人没有女人 就不是完整的啊 男人没有女人 是完整的 这是这样翻译的吗 我是不是有翻错 我要再确认一下 第三 不管成就如何 男人没有女人 终究是不完整的 这句话很清楚 第四 人没有异性恋 罗曼史是不会快乐的 这跟异性恋 同性恋有关 那敌意的呢 你就比较常知道了 比较清楚 因为前面那个有时候不太清楚 你会觉得你是个心好男人 所以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那对他来讲 这是善意的 第一的呢 女人常常抱怨工作场所的问题 就你们一天早上在抱怨嘛 你一天早上在抱怨嘛 对不对 第二 女人很容易被惹毛 随便讲几句话 他就生气了这样 你歧视我 你看不起我 你这有问题 你有这样吗 我们男人其实真的没那个心 我们男人有心的话 还会是男人吗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动物 简单讲 第三 很多女人将无心的话 当成对她们的歧视 这是很多男人碰到女性主义者的时候 或碰到这种有上过女性主义课的男女人 最烦恼的地方这样 不知道讲什么话就得罪了 动则得救 不动人家以为你死人 很难啊 真的很难 接下来 女人一旦输了 就认为遭到歧视 就有人认为 你看女人输不起吧 就拿女性主义当挡箭牌 然后输了就说我们男人欺负她 自己没能力嘛 这是一种敌意的性别歧视 第五 女人以平等之名寻求特殊待遇之实 第六 女性主义者其实主张都很合理 这有些应该是反向题目了 就是卧底的让你看 是不是不是那样的 女性主义者不是要求比男人更多的权利 第八 女人要权力就要控制男人 第九 少数女人会嘲笑男人的性能力 一旦男人投入情感 女人就把她指死死的 第十一 女人不能了解男人对她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这里呢你都看到很多很多 对于双方的不了解 或者不谅解 那这个呢当作一般男女 那就表示这社会上充满了性别上的敌意 跟歧视 如果发生在男女朋友之间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一般男人女人因为可能社会教育的关系 社会风气的关系不太认识对方 这个不是个人的错 这是制度的问题 但是要是你交了男女朋友 你还不能透过这种亲密的行为 去多认识对方 多了解对方 甚至改善自己 如果都还不行的话 那你跟他交往干什么呢 你看他跟敌人当朋友呢 有这样的朋友 谁还需要敌人呢 这美国人说法 好 如果你不能突破这些 不能靠着日常生活的接近 了解到彼此的真正的情况 大家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如果不行的话 你在一起干什么嘛 性骚扰的部分呢 这个我因为担任过学校负责人 担任过五年 刚好在换制度的时候 以前这是一个独立机关 最大人就是我 因为要防止 如果向校方的高层扯入这个案子 那我还是可以决定办他 后来呢发现 第一个校方高层 会发生这个案子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呢 如果没有学校资源的辅助 这个事情很难做 所以呢 就把校长当成主要的主任 那姓平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副主任 我后来就担任副主任 那姓平会的 姓平会处理事情的范围 除了一般的宣导 正面的宣导之外 那因为现在太忙了 大概都是一个月 一个学期做一个月的演讲的宣导 这种宣导呢 参加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少 大家都不在乎这事情 以前还请教官开放薰训课的课 然后请老师去讲 但是效果都非常的差 全台湾都一样 可是教育部一定要你做 那做的比较好的就是 只有发生性骚扰 或性侵害事件的时候 学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这个有法令的规定 那什么样叫性骚扰 简单来讲 就是你做的行为 违反当事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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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不受欢迎 不一定违反他意愿 但人家讨厌 懂吗 第三个呢 有受到伤害 这伤害包括心理的伤害 跟生理的伤害 所以你骂人家 或者什么具有性的意愿 这都违反到 有人说那骂他笨蛋 笨蛋严格来讲不帅 这是骂人 但是不属于性贫慧的负责 这可能属于教官 或其他什么单位负责 骂人是不对的 但是这 你骂他贱人 那就贱人贱智了 贱人以外就开始贱智了 如果你骂他是那种贱人 那就是涉及性骚扰 口头上侮辱人家 那这个你骂他什么 白痴这都还好 因为白痴没有太大性别的问题 脑袋进水这都还好 这是别人处理 不是说这不是性贫慧处理 不是说你骂人还好 不要误会 我是说这的都不属于性贫慧处理 那你骂人家贱人 烧货 娘娘腔 这都是要性贫慧处理的 那特别性贫慧的 性贫法的一个 有些法界人是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呢很少有旁观的证据 只要当事人觉得不爽 你就犯罪 所以很妙啊 你讲同样的话 有些人觉得 嘿嘿这代表我们两个关系很亲近 所以不会告你 可是同样的话另外一定会告你 像以前这个大家性贫义是不强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老师 男生多班上男生多 特别是理工的班上 老师就为了讲 为了提振同学的 市场课的士气讲黄色笑话 以前还有医学院的教授放了幻灯片 放什么各种生的幻灯片 会插入几个playboy的幻灯片 希望同学能够振奋一下 这在以前这是common practice 都这样做 而且会受学生欢迎 那女同学就觉得很尴尬 现在这样做的话 老师都要被告 轻则警告跟同学道歉 重则有罚则的 所以这个时代对某些人来讲 坏习惯最好不要养成 所以刚开始有些老师觉得我们这些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男人 都是被女人收买的 讲个黄色笑话是怎样 我们当民不都在讲黄色笑话吗 他完全不知道时代改变 是我们当民都在讲黄色笑话 那时候没有性评法啊 没有性评法啊 还有黄色歌曲啊 怎么还黄色笑话呢 还有黄色歌曲啊 以前我们在念聚心课的时候 教官也常讲黄色笑话 提醒我们这些男生提振士气啊 因为讲黄色笑话 忽然间所有男人 都觉得自己是一帮人啊 你觉得啊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呢 现在就完全改变 现在也很少听到有人会讲这样 所以呢 违反意愿不受欢迎 受到障害维守法律 然后是当事人的感受 那以前呢是发生的场所 现在不是 现在是以人为计算 你不管你是学生发生在捷运站 也属于学校管 学校当然要会同捷运站 调出影片来看谁骚扰你 或者你骚扰谁 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 会跟其他学校学生 发生一些性骚扰方面的纠纷 那也就是跨校联合 你知道吗 现在严格规定啊 你只要犯了一次案子以后 这个案子跟着你跑啊 你家转学都没用啊 你转学别的学校 会要求我们把性评的资料寄过去 所以你一旦犯了这个 这现在是很大的天条啊 你这辈子很难翻身的 所以各位同学千万不要轻易 认为这是一件小事 现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你千万要改掉你的不好的习惯 骂人不要骂那样的话 只有改用数字 改用数字 没有这种性别的这个 那职场呢 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 那公共场所适用性骚扰防治法 那这法令当然有些地方不够周全的地方了 那涉及的人物刻板印象 我们通常叫受害人 那通常受害人呢 会觉得自己为什么受害这一点 在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 平民那么多人都在图书馆看书 为什么是我 我又没有穿着特别的曝鲁 为什么是我 我也没长得特别怎么样 为什么是我 可是这里面呢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你都预设着受害人 是这些问题的焦点 你完全没搞清楚 受害人从来不是这个问题的焦点 所有的问题焦点都在那个加害人 他为什么要做那事情 有的人 有的这个加害人有马尾控 他只要看到女孩子的马尾巴 他就他就兴奋起来不可 很难很难抑制 那个士林之狼 在那个新闻闹很大的时候 他们有记者把他挖出来 说他其实有马尾控 这个士林之狼曾经在福大念过书 念体育系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他常常控制不住 他一看到马尾控的 马尾的绑马尾的女孩子 他就会性冲动 性冲动有一次呢 听说他还跑操场 希望消耗自己体力以后 能够消除自己的那种性的这种冲动 没有用 他跑完以后继续跟踪对方 然后到对方租屋的地方 然后潜入然后 骚扰他 他控制不住 他控制不住 而且他骚扰不是骚扰一个人 他骚扰很多人 连续的 一次的人 有时候还有改过的机会 大概骚扰超过三次以上 连续的话 大概都没有改过的机会 他也愿意化学去世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法令 所以后来出来闹得很大 原来要进入我们社会系 结果没有成 这上次我应该有说过 现在好像在花莲 另外证人的问题 很多证人不愿意出来 出来怕麻烦 因为这边是我朋友那边 我朋友出来怎么办 特别是发生在同班同学之间 那有些人愿意出来作证 有些人不能 有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不愿意出来作证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性侵害 性骚扰的case 或性侵害case 你可以靠检举人 不一定要你出来 你可能觉得 一时没办法再讨论这事情 你把事情讲给一个人听 那个人可以 你可以委托那个人出面 你可以委托那个人出面 很多人发生事情以后 先会告诉自己的导师 或者告诉自己的好朋友 那你在经过他同意 当事人同意之下 那个老师跟好朋友 可以到性侵害后来 告诉性侵害后委员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来处理的 台湾在这部分做的算蛮先进 在我负责的阶段 日本的大学跟韩国的大学 韩国汉城大学 有来我们这边取经 来说到底你们是怎么做的 结果发现 韩国人花很多钱 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台湾大学 是全台湾 最花最多钱 做这件事情的大学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房子 有一个专门的负责人 还有一个专门的经费 别的学校都没有 有个学校跟我讲 有个学校跟我讲说 孙老师 我们一学期只有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只要学校发生一件事情 你光这种到调查委员的费用 来回的交通费用 你就花光了 一个学顶多撑一个案子 就没钱了 我们台大呢以前他给有八九十万 平均每个月一个案子 我们可以撑好几个月 当然这事情因为都要保密 所以我在讲很多故事的时候 其实都是把几个故事合起来的 不是讲同一个故事 所以你去网上查 你也查不到完整的故事 因为这要保护当事 我们的目的是教育 目的不是让你去加害别人 绝对不是 好 那这个事件的特殊性 因为证据很难收集 双方各自一指 好的地方是在学校的学生 通常不会撒谎 通常不会撒谎 那还有我们在某些地方 都有一些监视录影的设备 所以后来设备还曾经有更新过 所以有些画面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另外呢是不平等关系 不平等关系 权力啊 性暴力的问题 男生上厕所从来不用担心被偷拍 女生上厕所 尤其你在工学院上厕所 或者这种男生多的科技上厕所 很多女生会很害怕 因为女厕所很小 然后通常很阴暗 厕所通常都在建筑物的很边边的角落 所以万一有人在里面偷拍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次最后以这个先 有一次有个女孩子陪她男朋友在工学院 就是上厕所 她男朋友在外面等 因为那厕所 因为那个厕所有点阴暗 然后呢有个灯坏掉 女生厕所只有两间 一间门关着打不开 她就上另外一间 然后厕所跟厕所之间 那个下面的缝还蛮宽的 然后那个女生在上厕所的时候呢 就听着一声这样 有人拍我 她男朋友马上冲进来把她堵住 然后那里面只有没人 那人就闷不吭声这样 然后他们就赶快地叫别人去叫住行队这样 就把那个人堵在里面 然后那个人在那边删照片这样 一直在删照片这样 所以来的时候她已经没照片这样 但是大家举正立立这样 她说你干嘛躲在女厕所 我不是躲在女厕所 那你是干嘛 讲不清楚 那个厕所没有灯欸 那灯坏掉了 所以不会有人上那个厕所你知道吗 那灯是不是她弄坏你不知道 两个厕所嘛 你会上那个灯坏掉厕所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你一定上那个灯亮厕所嘛 灯亮厕所很好照嘛 因为照的时候不会黑黑的嘛 所以你知道她上那个厕所看到灯坏掉了 你知道吗 先敲到门开有没有人在里面 如果那个门是锁住的 我建议你到别的地方去上厕所 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躲人呢 这是后来我为什么提倡unisex厕所的原因 因为这样你不用担心啦 因为我的逻辑 这不是百分之百我有百分之百把握 不是 我的逻辑是这样 偷拍的人在过去的经验都是很胆小的人 可是这些胆小的人呢 最胆大的地方是她只要到你厕所偷拍 百分之百拍到女生 换过来想 如果现在unisex厕所 她有50%几率拍到男生 你懂吗 这成本太高了 被抓到机会太高了 你要拍到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 哪就完了嘛你 懂吗 我认为这种这种威胁 对着当事人的威胁 是个非常好的嚇阻作用 非常好的嚇阻作用 但是很多女生不相信我这个推论 所以反对我的unisex厕所 她们认为上unisex厕所更容易被偷拍 更容易被跟踪 我说你也许下班时间 上班时间 大家进进出出都同样的 增加那个人的复杂性的时候 她就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太划不来了 被逮到她就太划不来 可是我这个理论非常难说服人 我不表示我这样讲不表示我相信 我一定能说服你 但是这是我想到治疗或防治 不讲治疗讲错 防治这种厕所偷拍最好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在设备上面改善 后来的改善就是把那个厕所的那个 门档压到对地 不能从下面拍 你从上面拍拍不到什么 不会有人要从上面拍的 我按到了这个对不起啊 好吧那就上到这里好了 教室都抗议了这样